虽然是夜晚 但村子内的荒凉景象 依旧尽收眼底 街道两旁 不断传来家人嘈杂 以及孩童哭闹的声音 我知道 他们都是因为温饱问题 给闹腾的 我不免加快了步伐 赶向杨半仙家 村东头的一座破旧房屋前 马顺红停下脚步 并指着院门微开的宅子说道 出奇兄弟 这就是杨半仙的家了 他现在是孤身一人 虽然懂点那些门道 但也还是顾不住生计 家家都在外吃吃发愁 他也是一穷二白 这不 大门从来都懒得上锁 我们直接进去吧 我只觉得这样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走进去是不太合适 但马顺红已然走进了宅院 我耸了耸肩 只得跟进去 马顺红四下看了一眼 我也顺势扫了一圈 两间极为简陋的房屋 已经残破不堪 似乎许久都被修缮了 院子里也是一片的狼藉 一边靠墙是一口水井 但看到水井四周 都是碎木屑和收拢在一起的干树叶 只见水井好久未用过了 也只是个摆放杂物的地方而已 东边靠墙 是一间低矮的小灶屋 紧挨着小灶屋 是一个简易的木棚子 很像一个牛棚 不过此刻却已经堆满了柴火 藏屋门倒是关着的 马顺红快步走到门前 一边敲了敲 一边开口喊道 杨半仙 是了呀 是我 顺红 开开门 杨半仙 敲了几下 也喊了几声 但屋子内却没有任何的动静 马顺红扭头看了看 丢给我一个疑惑的表情 并说道 这一个月他都没有离开过家呀 这会儿怎么也不知一事呢 不会睡了吧 我苦笑一声 刚欲开口 突然听到一道懒洋洋的声音 自我们身后一侧响起 我和马顺红同时惊了一下 轻轻转身看去 只见一个人影从牛棚内缓缓站起身 偏是拍掉身上的干草汁 而后才说道 顺红啊 这么晚了 有事吗 马顺红经过的早上前 我也跟着上前 只见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男人 缓缓出现在眼前 他的面容微白 像是没干过农活的闲人 下巴上还留着一小里胡子 模样倒真像一个路边摆摊算命的小半仙 想必此人就是杨半仙了 你怎么在牛棚里啊 你在牛棚干什么呀 马顺红惊诧地问道 杨半仙先是扫了我一眼 但只是一眼 我已然感应到他目光的锐利 比普通人的精气神要强大不少 但还不算太强 至少还在我之下 看到我 杨半仙也没说什么 而是回答了马顺红的话 但是说话的时候 竟是一脸的苦恼 哎 甭提了 顺红啊 我也只和你说 你可别传出去 还有这位小兄弟 说出去 可是丢死人呢 说来可笑 原来杨半仙的确帮红庚庆家 送了水牛精 但却是没有送走 非但如此 那水牛精居然跟着杨半仙回家了 杨半仙指着小灶屋抱怨道 起初我还不知道 就是有一天 我头天晚上咬了一瓢水 放在灶材上 准备喝来着 但是刚好有事就出去了 回来也忘了那个事 谁知第二天起来 只见那水瓢内的水 竟然一滴都没有了 哎 单单凭这个 还没有让杨半仙怀疑是水牛精干的 第二天他故意在灶台上放了一碗水 结果第二天起来一看 又是一滴不生 全没了 非但如此 就连紧闭着盖子的水缸 里面的水也一滴不生 杨陀村临续大汉 水本来就是此地异常珍贵的资源 仅有的一处较大的水源 据杨半仙所指的方位 我估摸着应该就是山丘上的一个很小的小溪了 说是很小 几乎是在山石的缝隙中流出的 还有一处水源更小 在西南的山脚处 现在杨陀村已经有几十户人家搬到那里去住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搬到这边的山丘旁 原因无他 乃是这边的山丘常有山珠出没 也没人敢随便的搬过去 水缸里的水都被清理得一滴不生 这下杨半仙可是有点心惊肉跳了 又过了一天 他几乎用大半天的时间都在山丘上跑上跑下 辛辛苦苦的又灌了小半缸水 这次杨半仙打定主意 大不了一夜不睡 他也一定要亲眼看看是谁偷了自家的水 结果等了一夜 就在五更时分 杨半仙估摸着此次没什么问题了 但他刚欲转身去睡觉 突然听到小灶屋内传来一声牛叫声 随后就是牛饮水的声音 这一下可是把杨半仙下了个半身透凉 他终于知道 那水牛精不但没有送走 还给引到自己家来了 我觉得可笑的地方就在这里 杨半仙号称半仙 却被一头水牛精如逛大街般的在他家里来去自如 坦来这个杨半仙的水子很大呀 就是当初十八里村的吴达先生 也不至于干这样的半吊子事啊 马顺红似乎还没听明白 又问道 那和你睡在牛棚里有什么关系啊 杨半仙闻言 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捋胡子 随后轻叹道 哎 现在正屋被他所占 我值得带牛棚将就一下了 有什么办法呀 我和马顺红听到这里 竟忍不住一声苦笑 可笑的是牛占着人棚 人却去睡牛棚 这倒是哪门子事啊 马顺红苦笑过后 忙向杨半仙介绍了我的身份和名字 就在听到毛山二字时 未等马顺红说下去 杨半仙顿时睁大双眼看着我 在迫不及防的情况下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心头一惊 差点本能的踹出一脚 还好我及时看出了杨半仙的激动神色 才忍住收回了脚 杨半仙差点激动的哭出身来 抓住我的手可劲的摇 并急切的说道 哎呀 毛山树文明天下 我杨千人今日可算是见到真人了 初级兄弟 啊不 初级道长 我杨千人 现在见到您真是三生有幸了 对了 您现在吃了没有 住在哪里 若是没地方住 不妨就住在此处吧 我可是有好多 未等杨半仙的话说完 马顺红适时扯开他的手 并说道 初级兄弟已经准备在我家住了 其实我们家也有 你看你这 你这还能住吗 总不能让初级兄弟住你这牛棚吧 很显然 经过杨半仙一番憋屈的叙述 马顺红已经对这个杨千人的半仙称号 有点质疑了 似乎在看到杨半仙对我毛山的推崇后 也更加的维护我 我笑着说道 哈 马大哥 杨道友 要不我们找个说话的地儿 把此事好好说说 我也好想一个解决此事的办法出来 杨半仙顿时眉开眼笑的将唐屋门打开 并恭敬的说 进屋说 进屋说 嘿嘿 马顺红适时和杨半仙调侃道 这会儿你不怕那水牛精了 杨半仙精神一阵 可马顺红打去的 哎呀 有毛山派的初期道长在此 怕个屁啊 我则无言以对 苦笑着摇头进了堂屋 殊不知 我的修行也只是半桶水而已 虽然经过这些日子的魔力 道法道手的运用上稍微有点进步 但修炼上还稍显不足 比起同宗师兄上官紧 我估摸着还差点距离 当然 这个距离暂时还无法估量 点燃油灯 我们三人皆围绕在油灯旁坐下 我立刻问道 杨道友 你能否说一下 为什么宋水牛精失败了 原因是什么可查清楚了吗 杨半仙当即回忆了片刻 随之急道 我记得当时是午夜子时 我立刻打断并笑道 哎呀 杨道友 水牛精乃五行属水 法师的时辰 当以五行之法参照 四十与五十较为合适啊 哎呀 对对对 杨半仙一拍脑壳 不好意思的说 我只是按照普通的数数来做 选择子时乃是子时的灵气最盛 多谢出去道长提点 我当即老脸一红 白手笑道 杨道友 称呼我的名字足矣 道长的美誉 我可是不敢当啊 杨半仙也洒头 立刻纠正道 哦 是是是 那我这个老大哥也不见外了 出去兄弟 当时做法之初倒也平静 但是我记得清楚 法师进行到一半 突然不知道哪里 刮来一股阴风 差点将我的法兰吹起来 还好我定力还算可以 勉强坚持到法师完毕 但是以当时的情景 我确实无法判断 那水牛精是否被送走 现在看来 哎 功亏于愧啊 哦 我愕然一愣 说道 阴风邪气 怎么会这样 难道此地除了水牛精 还有别的修行动物 不过阴风 难道有别的脏东西不成 而且依照你所描述的情况来看 如果真的有别的东西 那 那那个脏东西可是有些气候了呀 既然有别的东西 在阻止杨半仙送走水牛精 那么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还有 此地的连年大旱 真的是因为一个水牛精吗 我想了想 竟是一筹莫展 看来此事还是有些棘手 不过眼下还是得先将水牛精做法送走 不然此地的村民 总是被一个修仙动物侵扰 也不是好事 也只有如此 才能验证出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但我还是希望不要验证出来 因为 若非水牛精所为 那么后面一定有大来头的东西在作祟 但目前我还是抱着水牛精做个的心情 来看待此间的事情 首先得送走水牛精 以免搅扰着村民都不得安宁 听到我明日便要去做法送走水牛精 马顺宏与杨半仙顿时喜出望外 此事商定杨半仙说什么也不肯让我走 非要留我在这里住下 如此 马顺宏直落半天未过 只得摇头苦笑着走了出去 其实并非我执意要住在这里 倒是其中的原委 趁着马顺宏在此地也不便多说 毕竟马顺宏乃普通的生人 一些事关天机的东西 还是不让他知道太多为好 杨半仙既然能看到水牛精的真身 说明他还是有些门道着 所以我直言道 杨老友 不知你修的是哪派的法门 可否让我一关呢 文庭此言 杨半仙赶紧将大门关上 然后神秘地笑道 痴人皆知我家祖上 曾得到一本破书 殊不知我家祖先得到的是两本 我现在就给出去兄弟拿出来啊 我笑着点了点头 其实我早就料到 单凭一本真密 没有辅助的点击 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所以他一定不止一本破书那么简单 不一会儿 杨半仙从屋内走出 丑里揣着一个蓝布包 放在我面前的桌案上 并小心翼翼地打开说 虽说我学这个没什么高到大折的体点 也比不上初期兄弟的茅山大派 但我们倒也能算得上是同源道派 这里是两本秘籍 一本是玄典 一本修秘真本 虽都是首朝本 但好歹也是出自道家武术之一 三自卖的传人啊 在看到两本首抄秘文后 我微微诧异地拿起一本玄典 翻开几页 所谓道家武术 乃山 依 命 相 补 其中 山自脉最为深奥 最为神秘 也是修习之事 最不易达到的境界 其中主要的就包含玄典 修秘两部分法门 而玄典中则容纳众家之所长 比如道德经 太公殷福经 皇帝内经 道葬等等经级 主修内外强身 精气神 符咒等 若是境界大成者 入室后便是明阳四海的一代方式 早在我拜师之后 师父就将道门各派的分布和圣栓史 以及各家法门精华 都一一略作介绍 而提到道教武术时 特别就提了一下山自脉 没曾想 在此地 我竟然遇到了山自脉的散修之事 真是机缘何处不相逢啊 不过 杨半仙毕竟只是拥有两本手抄本 没有师父带进门 单凭自行钻研 对他来说的确有些难了 就拿开天眼来说 连杨半仙自己都不明白如何开启的 而且还非常的不稳定 有时候是很灵感 有时候却一点感应都没有 更别说看了 我又询问了一番 才知道他并非先天性 而是后天机缘 这么看来 他能看到鬼怪并非是开了天眼 而是后天的灵觉而已 再有 杨半仙只是修行了一点福经上的内容 以及修秘真本中可增加精气神的秘书 算起来 杨半仙比其十八里村的吴大先生还要憋屈一点 顶多算是走进道门的门槛罢了 如此说来 杨半仙送不走水牛经 反倒招惹自己家一事 也不见得是那阴风邪气所致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是杨半仙的修行不足所导致 这样我就放心许多 只要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还是不用费太大周折的 不过 施法送走水牛经 也不是一项简单的法师 相比送鬼入地府来说 要麻烦很多 甚至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水牛经 毕竟是精怪 虽然灵智不足 但还是有一定的邪力 而且力大无穷 就是普通的水牛 都有着异常大的力气 更别说修炼成精的水牛了 所以明天的施法 还是要小心谨慎应付才行 首先是施法所具体的材料 这些却是需要杨半仙去准备的 我当即开口道 杨道友 明天五十之前 还希望你能帮我准备一些材料才行 这里毕竟是你的地头 我也不外道了 杨半仙重重的点头说 啊 初期兄弟需要什么 你尽管丰富 我一群全给你兜圆了 我脸色一素 说道 宋水牛经歇文一道 另外还需杨道友 为我弄一些朱砂 我还要另外准备几道符咒 一备捕食之需 还有布置法谈之事 就全仰仗杨道友了 最后 就是要找出水牛经 在此地的戏血所在 我也好 就点出来 在施法送走 不管什么金怪 一般都会在某处 形成一个不义变动的气血 所谓气血 乃按照五行之法 将各种金怪 分为金 木 水 火 土 五种气血 水牛经 水牛经 属水 那就又找到属水的气血所在 也就是水牛经七夕之所 杨半仙捋了捋山羊虎 然后一脸慎重的说 准确的位置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 水牛精的气血并非在我家 而是在洪庚庆的家里 我点了点头说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水牛精将洪家人的家运连番的败退 以至于洪庚庆的父母亲人揭命丧黄泉 那么水牛精肯定是在洪庚庆家无疑 所以我们明日开谈做法 也要在洪家的宅院里 先找出气血所在 然后把水牛精拘下来 最后的步骤才是送走 杨半仙再次重重点头说 好 那我去写邪文 并为初级兄弟准备猪杀 要说猪杀 我这里倒是有一些呢 我咧嘴一笑 杨半仙有猪杀是肯定的事 他和吴大先生一样 都是一方术士 自然少不了一套完整的吃饭的家伙声 而最为知名的就是猪杀了 待杨半仙取出猪杀 我则在香炉前上了一炷香 然后布告天地神旨 以及列位祖师 接下来才是正式准备的时刻 为了明日施法顺利 我必须确保各种突发状况的发生 所以在画符上 我第一道符就是要先画出一道甘露符 此咒乃是引出水牛精的法门 左手掐出日君诀 右手落笔念舟 背负长夜苦热闹 三徒中猛火抽烟喉 长思极可念 一洒甘露水如热德清凉 二洒法界水浑身生大罗 三洒慈悲水润及于一切 不奉太上老君及及如律令 咒语念八 当即收起毛笔 单手掐出金刚纸赤伏三下 这一道符咒算是画好 接着我又画了几道振邪符咒 前后几道一气呵成 待我攻城收笔之际 只见一旁的杨半仙还未动笔 竟是急得满头大汗 我一看便明白了 上前询问道 杨道友 不会从未写过西文吧 杨半仙不好意思地摇头道 啊 那倒不是 这次有赠宗谋山的初期兄弟在此 一是郑重起来 我有点堂不住 不免乱了心智 我顿时无言以对 这样的说辞还是第一次听到 不过看杨半仙满脑壳的大汗珠子 想必他说的不假 我苦笑一声说 那这样吧 我先出去一下 等你入境之后再好好地写 杨半仙感激地点点头 我再次摇了摇头 转身走向门外 就在我踏出门口的刹那 杨半仙终于开始动笔了 一道道严正的报告西文 自身后响起 奉请宣谈李老君 既由水牛精与炳身年 以魏月 勿子时进入阳驼村村民 洪庚庆家作恶 堪行祖师降法收服 片刻后 杨半仙擦拭着汗水 走了出来 跳道 啊 已经写好了 出去兄弟 出去兄弟 我一晃神 突然被杨半仙的声音惊醒 忙硬成一声 但我总感觉哪些地方缺少点什么 可是一时半会儿的又说不清楚 虽然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心里还是有点空牢牢的 这是为什么呢 杨半仙似乎还有些担心 说道 出去兄弟 那今晚 如果水影精出现呢 我摇头笑道 啊 出现动物的灵质虽然不高 但是感应能力还是很强的 今晚 他能出来 那就好了 说此话 倒不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而是我在马顺洪家请低气的时候 就已经惊动了水牛精 那妖学之气出来的很快 这走的也很快 想必是我身上所带的家伙事 震慑着他 想必我在这里便不会有事 但是只要我一走 那水牛精肯定还会出来的 杨半仙一阵激动的看着我 声音诚恳的说 如果我已非中年之身 又年长你许多岁月 真想跪在你面前摆个师父呀 我忙阻止杨半仙的抱拳之事 重重的点头道 杨道友 我能够明白你的求道之心 但太上老君曾言道 道法自然 你又何必太过执着呢 况且我也刚刚拜入道门不久 怎有资格为人施表啊 如果师父还在 想必一定会收下这位虔诚的求道之事的 只可惜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当晚我和杨半仙相互交流修道的心得 以及其中所遇到的种种疑惑和迷障 虽然我不能将毛山修行的法门 清能相受 但是我将上清经内的精华部分 一一告知杨半仙 并将画幅的前后禁忌 尽处告知 杨半仙也激动得半夜睡不着觉 并将他这些年所领悟的真本奥妙 和我深入的交流 我自是受益不浅 在打坐的时候 经过杨半仙的指点 我进步神速 这一夜 可以说是我此生最难忘的一夜 我很庆幸能遇到杨半仙这样的良师亦有 以致终身受益 经过一夜的修炼 我既有御佛珠的滋养 又有杨半仙的指点 不但精气神大大的提升 而且我在修行路上 很明显向前又迈出了一大步 由于杨半仙执意的纠正 我不得不改口称其性命 虽然很不情愿 但也值得客随主编 而老杨 也是从此以后 我对杨千人唯一的称呼 一大早 老杨便忙着做早饭 所谓的早饭 其实就是一个窝窝头 配着一大碗清汤米粥 但这样的吃食对我来说 已经是美味佳肴了 吃过饭 老杨便要去洪庚庆家了 先是和洪庚庆说明情况 然后由洪庚庆与老杨一道准备发坛 我则收起桌岸上的西文和符咒 待五十临近 便匆匆赶往洪庚庆家 不知杨托村的村民们 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竟是全都围拢到洪庚庆家来了 院墙四周都站满了人 皆是似笑非笑地看新鲜的表情 见到我进去 村民们更是喧哗声不绝鱼耳 但更多的皆是无比激动的声音 是啊 连年大旱庄稼重不成 颗粒不收 要吃的没吃的 要喝的没喝的 都勒紧肚子 期盼着雨能早点降下来 洪庚庆的家是典型的三间泥坯房 只是房顶 护盖着一层早已褪了色的青瓦 造物比老杨家要高一点 却也十分的贫寒 院子里除了一棵瘦小的山桃树 便显得无比的荒凉萧条 法坛摆在宅院的正中央的位置 而法坛前则站着五六个老人 想必是村子里的几个老辈人 另外还有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 五十左右年纪的老汉 胸前还别着一根黑色的钢笔 看来此人不是个教书的 也至少是个村长级的人物了 马顺红也一大早等候在此地 见到我后忙相互介绍一边 果然 这个老汉正是杨托村的村长 姓马 马顺红在介绍的时候特别的恭敬 还尊称其马二叔 我也入乡随俗 叫了一声马二叔 村长马二叔脸有男子的对着我说道 现在的社会啊 正在逐步地破除封建迷信 作为一个村长 其实要说这些迷信的东西 我本不信的 但这事也没办法的办法呀 如果初期小兄弟 真能帮我们羊托村除妖求语 我作为村长将代表全村 后拜大先生之恩呢 我温笑着说道 哈 马二叔严重了 如果能帮到村民们 度过此难关 我也非常的开心 也可养我毛山正道 降魔扶妖的精神 说完 我回头扫了一眼四周围观的村民 便向马二叔说道 马二叔 可否在我施法的时候 请村民们不要打扰 如果非要看 也请保持安静 不至于我施法途中 走插了心神 马二叔立刻重重点头 保证道 初期 你尽管放手去做 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村民们我去安抚 您大可放心 有马二叔的这番话 我顿时放心的点了点头 立刻走到老杨面前 说道 今日午时开谈作法 太阳落山前将水牛精引出 天色一黑 便送水牛精成阴风而去 此前还需要老杨尼帮我护法 切记 在太阳落山之前 将所有闲杂人等回避 特别是女人 老人和孩子 还有熟火熟木熟徒者 切不可靠前 这些人 要么是体质雷弱 要么就是与水牛精五行相克 为了不使水牛精 突生变故 这些也就麻烦你了老杨 老杨信心十足地 拍了拍胸口说 放心吧 我会帮你守护法坛 不让任何情况打扰你的 文丁此言 我未在说什么 一切死我事与杂念 历史的放下 上前点燃三柱清香 与香炉之中 然后诚心布告天地神旨 以及列位茅山祖师 布告完毕 我将金钱剑取出 双手捧起剑 弯身呈半月 恭敬一礼 横放在法坛前 诅咒 齐文 皆摆放整齐 布置好一切 我微闭上双眼 便静静地等待着五十的到来 五十一到 我猛地睁开双目 一扫法坛前的三碗清水 右手捏起甘露咒的上端 左手瞬间掐出剑纸 然后面临一起 一点直下 符咒 噔的焚烧起来 我捏着符咒 绕香炉一周 然后 回来再绕三碗清水 各一周 恰巧此时 符咒即将焚烧殆尽 我探出二指掐住指挥 点入碗中 由第一碗开始 沿着碗盐 滑了一圈 然后是第二碗清水 第三碗清水 滑过之后 我掐着中指指先 轻轻点了一下碗中的清水 然后向法坛外 弹了三下 三碗水 如是这般 紧接着 我端起第一碗水 先是围绕着桌岸 绕行一周 每走一步 皆弹出一缕清水 口中也同时念叨 背拂长夜 苦热闹 三图中猛 扩出咽喉 长思饥可念 一洒干露水 如热得清凉 二洒法界水 浑身生大罗 三洒慈悲水 孕集于一切 第一碗水洒完 我端起第二碗水 沿着洪庚庆的灶屋门口 一步洒一水 直至院门外面 并在碗中清水洒完之际 双手猛地捧起空碗 拴向地面 与此同时 我大喝一声 破开地银河 水为千引线 今宋经其归 阴兵自让行 咒语一停 地面陡然开启一条 黑色的漩涡通道 正是连接地银河的路径 阴气在入口处 翻腾回旋 让人不禁有种被摄取了 心神的森冷感觉 当然 虎通生人 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 倘若无意间看到 想必也是距离鬼门关不远了 再次回到法坛前 我一手手持金钱剑 一手持镇邪符咒 大步来到造屋门前 剑间点中一道符咒 我纵身挥剑一点东北的方位 并念叨 镇邪封位 管你退路 随之 我将其他六个方位 揭打出一道符咒 唯有造屋门口的正西方 空了出来 这个出口 便是被水油精特意布置的 继而 我端起最后一碗清水 此水经过赤浮 在阴间便是干露净水 我掐住中指指尖 轻轻点了点水面 然后向造屋的地面 挥手打出 嗡的一道黑气冒出 位置竟是在灶台的一旁地面 一个圆形的气穴显露出来 果然在这里 那么水牛精便是藏身在气穴之中了 我定了定神 接下去便是需要耐心的召唤了 扭头向老杨递了一个眼色 表示其他事就拜托他了 老杨重重点头 算是硬生下 我猛地回头 集中全身的念力 然后轻轻点了点水 洒向气穴 牛儿牛儿快回来 你的家人在找你 牛儿牛儿快回来 你的家人在找你 沿着气穴的四周 我不停地重复着 点着水 洒水的动作 口中也不停地发出 悠长且缓慢的招魂之声 这种招魂术 对付飘浪在外面的三魂七魄 很是管用 毕竟走散的魂魄 已经失去了自主意识 但水牛精不一样 它本身是修仙动物 惊奇的一种 有一定的灵智 而且意识很强 对付起来很难 有很强大的排斥气力 所谓对牛弹心 在这里倒也用得合适 我专注在唤起水牛精上面 对于外界的时辰 根本察觉不到 所以直到周围的天色 渐渐暗下来 我才有所感应 而此时 气穴中已经连连发出 一声声低沉的牛叫声 阵邪符咒不断闪耀着金光 而气穴中的气息 也在不断加剧着翻腾之势 直到微微的颤动 聚颤 我心下一喜 再次点了点水 此时的水已经接近碗底 挥手洒出 并同时一半唱一半念的换道 牛儿牛儿快回来 你的家人在找你 水牛精的叫声连连地传出 我心头一紧 连忙后退了几步 而就在这时 气穴中猛然窜出一个牛头 他双眼迷茫地四下扫了一眼 对于后面的阵邪符咒 他似乎很是畏惧 身子一躬便飘了出来 此牛身高约五尺 前后宽六尺鱼 全身青涩 双眼时而冒出金光 时而隐晦暗淡 我咧嘴一笑 好一头飙肥体壮的水牛精啊 早已布置的干路铺道 水牛精一边引涌 一边向前慢行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才算微微放下许多 至此我快步来到法坛前 来不及四下扫事 这个时候最为关键 不知老阳有没有将村民们都清退 万一经的水牛精 再送那就难了 我双手捧起送水牛精的西文 向天地神旨 以及列位祖师爷拜了拜 便恭敬地念了一遍 西文念完后 随之放在烛火上点燃 我捏住西文 快步赶到院门口 向门外猛地一抛 并长生了吆喝道 牛儿牛儿回家喽 水牛精一步一步走向门外 我立时揪着心 再差一步 就可以将其送进地阴河之中了 就一步啊 恰在此时 天空中顿时乌云密布 但奇怪的是 此周并未有意思的风吹过 刚还在诧异 突然就有一股阴风迎面吹来 黑色的气息中 竟带着凝重的猎气 我心下一惊 大叫不好 外来的阴邪之气 狠狠地撞向地阴河的入口 并将其死死地堵住 也就是这么个当口 水牛精已经来到了入口出 我狠狠攥紧拳头 暗自大叫一声 干嘛的 原来还真有其他的东西来作怪 没时间多做考虑 想封住水牛精的去路 敢来 我就敢破 我怒吓一声 单手掐出五雷纸 口中急急地念出五雷咒 奉请五方五帝五雷神 镇天披地下凡尘 各门守过三千戒 免遭雷打火烧身 雷恨恨雨茫茫 若有妖邪来斗法 五雷霹雳化灰尘 本师今时来奉请 唯愿五雷亲降临 破 我翻手打出 便应声怒吓 冷不丁 一道闷雷 闪电的击下 那团阴邪之气 顿时被震得烟消云散 消失无踪 水牛精一步步走进入口 竟然不忘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错愕地张了张嘴 不知水牛精这是何意 哪知水牛精张口 发出一声谋的悠扬叫声 然后一晃身 散入地阴河之中 阴气回旋 渐渐地缩小 直到彻底地消失无踪 水牛精送走了 我抬头望向天空 先前还是乌云密布的一幕 此刻竟莫名其妙地消散远去 月光洒下 伴随着点点星光 给人一种祥和的氛围 但我的心 却不断翻腾起惊涛海浪 刚才的乌云密布 刚才的阴烈之气 居然有如此之大能 看来不是一般的主啊 老阳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 声音激动地说 哎呀 总算是送走了 看他那模样 似乎还恋恋不舍呢 出界 出界 我慌忙从尸神中回过头 温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啊 是啊 吃牛精 吃送走了 似乎察觉到我心不在焉的表情 老阳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了 水牛精都已经送走 现在只有期盼着天早点下雨 以劫百姓之苦 你怎么好像有心事啊 哎 要知道 修道之人最忌讳心生杂念呢 我立刻开口阻止了老阳的胡思乱想 说道 我现在才知道 造成此地大汗的并非是水牛精 而是比水牛精还厉害数倍的家伙 啊 老阳面色震惊地道 不会吧 什 什么家伙 难道 我和老阳久久地相识一眼 然后异口同声地道 汉拔 汉拔一出 赤地千里 民不聊生 从刚才的变故 以及羊托村的连年大汉来看 我可以肯定 这一带有汉拔的存在 所谓汉拔 乃是引起汉灾的怪物 古书说文言道 拔汉鬼也 神异经中 也有对汉拔的描述 南方有人 长二三尺 坦身而目在顶上 行走如风 名曰拔 所见之国大汉 赤地千里 一名汉母 以上都是各家史册 对汉拔的描述 道教也对汉拔有过记载 汉拔出世 方圆百里之地 尽皆滴水无存 但具体对汉拔的来历 还是各说各家 有说是刚死不足 一百天内的尸体 意外葬在巨婴之地 便为汉拔的死人 尸体不腐烂 坟上不长草 坟头渗水 汉拔鬼会夜间 往家里挑水 只有烧了汉拔 天才会下雨 当然 这只是地方上的传说 真正的汉拔 并非是那么简单 就能变成的 所谓汉拔 乃是葬在一巨婴之地的死人 尸体久不腐烂 在吸收日月之精华 经过几十上百年 甚至几百年 才能变成汉拔 而真正变成了汉拔之后 也是真不好对付了 民间流传的打汉古装 或焚汉拔的方式 根本不能对付真正的汉拔 而此等汉拔 也是僵尸的一种 只想它随便动一下 便可赤地千里 滴水无存 又怎会是普通的法子 能够对付得了的呢 不过关于汉拔 师父也没有给我讲太多 而是我在书中看了一些 还有当初五大先生的寻陶 所以道门中人 但凡遇到汉拔的 大多是避而远之 大不了远远的绕行 也轻易不敢招惹 倒不是慈悲心不足 而是担心自己的修行不足 非但制服不了汉拔 还会受害 一般人不知道汉拔前身是谁 也就无法知道汉拔修炼了多久 若只是修炼了几十年 或是上百年 那还有办法对付 但若是数百年的汉拔 就难以对付了 让我担心的也就是此处 此地若真有个汉拔 而且能将水牛巾困在羊驼村 迷惑众人之眼 看来这个汉拔不简单呢 老杨一脸恐慌的表情 想必他对汉拔也有所了解 不然不会吓成这样 在沉默许久后 声音颤颤的问道 初学 那 那若是真有汉拔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猛地倒是一口凉气 脑海内一片的混乱 是啊 该怎么办呢 好像这一路走来 所遇到的事一件比一件棘手 四下看了一眼 见一旁无人 我立刻压低声音说 这件事非同小客 况且民间的传闻 有误人之身 在一切未能清楚之前 切勿将此事传扬出去 以免闹出不必要的乱子 老杨脸色一紧 也积极四下扫射一周 当即重重点头道 我哪里不知道此事的严重性啊 若是被人知道此地出了汗拔 恐怕村民们必然惶惶不可终日啊 我摇头道 我担心倒不是这个 嗯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回去再说 大先生 我 我可以知道吗 正当我和老杨一遇回转之急 托温宅院内传来一声雀怒的声音 我猛的看去 竟是洪庚庆 恍然醒悟 这里是洪庚庆的家 我看一下老杨 老杨似乎也有些措手不及 顿时训斥洪庚庆说 你没事躲在门内挑听什么 回屋去 哦 好 洪庚庆颤颤颤的抓了抓后脑勺 低头硬唱一声 缓缓转身向院子走去 等等 我想了想 立刻招呼洪庚庆 说道 庚庆 如果你肯帮老杨把法坛收起来 我可以向你坦诚一切 说完 我微微笑了笑 洪庚庆眼睛一亮说 大先生 您说的是真的 老杨有些诧异的看着我说 出去 你这是 我忙挥手制止老杨的下半句话 我知道 他想说什么 但我有我的打算 恐怕此事已经不是我和老杨所能解决的 必然需要帮手 但一切收拾妥当 我们三人便回到老杨家里 老杨此次倒是特别谨慎地关上两道门 枯黄的油灯下 我们三人围坐在一起 既然洪庚庆偷听到了我和老杨的对话 那么他也算了解了个大概 如此 我想暂时保密 就必须让洪庚庆加入我和老杨的阵营 这是顾虑之一 还有就是确认我的猜测是否正确 如果真是汉拔 那就要马上想出解决之法 倘若不是 也好做其他的准备 总之 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还是需要洪庚庆的帮忙 洪庚庆二十出头 虽然比我大了两三岁 但人生阅历明显很少 而且也非常的憨厚老实 浓眉大眼 皮肤有黑 很简单朴实的山里小伙 接触之下 给人更多的是憨厚 还有一丝丝腼腆 我郑重的向洪庚庆道 庚庆 你也是洪庚村的村民 你们村子的情况 你也非常清楚 况且 刚才你也听到了 我和老杨的对话 所以 此事可以说 非常的麻烦棘手 我行道之人 担负着降妖浮魔 扶持正道的责任 所以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村子 度过此节 但目前的情况很复杂 我和老杨的能力 恐怕有些单薄 这么说吧 我需要你的帮助 如此说 洪庚庆若真是个 有血性的汉子 一定会肯诚的接受我的邀请 其实 我早就看出来 洪庚庆身上有股子年轻人的冲劲 满脸的要干大事的表情 果然 洪庚庆激动的抿了抿嘴 重重的点头道 大先生 看您先前做法时我就知道 您一定能帮到我们洋铺村的 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 您尽管说 咱别的没有 立即有的是 我向老杨递了个眼色 老杨会议一笑 立刻开口道 那刚才 我和初期兄弟所说的话 在未确认具体情况之前 你千万不可说出去 就是马二叔也不能说 记住了吗 洪庚庆再次重重的点头说 嗯 记住了 说服了洪庚庆 我也不再隐瞒 直接说道 杨逗村目前的情况 现在有八成 可以认定是汉拔闹的 但是解决之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出汉拔 然后除掉 可是眼下最困难的 就是如何找到汉拔所在 这样 我们明天前往杨逗村方圆周边去找找 主要是查找 各个有可能巨淫的地段 还有就是 一些荒废的坟场 签小范围的查找 然后再扩大查找范围 老杨有些困惑地问道 出现 查找当然是没问题 问题是 我们怎么知道 哪里是汉拔呆的地啊 我想了想说 这个 明天我再告诉你们 现在还不能说 其实这个法子很简单 汉拔虽然可以令千里赤地 但唯独他所在的地儿是中年潮湿透水 且阴气凝重 只要找到哪个坟地四周渗水就可以明确了 只是现在还不易说明的太明了 我还是担心走漏风声 这是洞祖坟的大事 若是一个不慎 恐怕村民们会闹腾起来 若是再有人造谣声势 那可是我最不想见到的 所以也值得等到明天 才能告诉老杨和庚青 老杨明显有些失落 似乎觉得我话说个模糊不定 乃是和他隔着心吧 我无奈 只得苦笑地应付 商定后 洪庚青知道明天就要和我们一道去找汉拔 当即激动的精神抖擞 就是走回去时 头还是一窜一窜的 老杨送走洪庚青 便跑进房间 黑黑地笑道 嘿嘿 没想到 你小子的心思竟是如此的缜密 实在和你的年纪不相符 对了 你没说的话是什么 快告诉我 我苦笑一声 如果老杨见过师父杨远山 便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心思缜密 我这点小心思 也不过是在师父的熏陶下养成了罢了 还有就是一路上所遇到的男士魔力出来的 笑了笑说 哈 既然庚青参与了我们的事 便不好背着他私自开口 还是明天再说吧 虽然才相处一天一夜 我和老杨已然能相互打趣调侃 老杨无奈地笑谈一声说 嗨 那好吧 不过咱们关系这么好 如果这次我们若能解决此事 你能否答应我一件事啊 我随口应声一声说 好啊 什么事 说说 老杨笑着打着哈哈 到时候再说吧 明天还要干正事 你早点睡 我也回屋睡了 看着老杨笑眯眯地离开房间 我愣了愣 一下又后悔了 也不知老杨要让我答应什么事 我居然随口就应成下来 这弄的叫什么事啊 夜深人静 我打坐完毕 将法袋内的典籍认真研读过后 仰头透过窗户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估摸着这会儿应该过了紫时吧 前来无事 反正也没有睡意 我打开法袋 将那颗带着传奇色彩的御佛珠 拿了出来 如核头大小的白色珠子 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 我心里一阵的激动 这御佛珠体内的灵气 该是多么的强大呀 就这么拿着 已经有一股股至纯至阳的灵气 蔓延出来 沿着我的手臂 源源不断地钻进我的体内 感觉是温良的 融入体内后 滋润着四肢百骸 很舒服 我微微动了动意念 御佛珠的珠体 顿时随着意念 散发出一抹淡淡的白光 我看得入迷 忘乎所以 仿佛里面有着傲妙无穷的东西 在慢慢吸引着我的注视 吸引着我的意念涌出 不要看它 突然 我被脑海中传出的一道 沉怒之声惊醒了 猛地甩了甩头 我刚才怎么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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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佛珠 对了 刚才 是梅儿的声音吗 再看玉佛珠 上面并无光彩 和刚拿出来时是一样的 似乎 刚才出现的白光 和射人灵魂的感觉 只是幻觉 但我知道 这是的的确确确发生的事 那么 这玉佛珠里面 到底有着什么 为什么 会这般的奇妙诡异呢 我敢蒙向 魏儿问道 我 我刚才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有一种 进入迷惊的感觉呢 哼 此物的奥妙之处 岂是你现在所能看到的 表象那么简单 以你现在的那点道行 若是不想变成白痴 最好别动用任何意念 去注视它 一次次被魅儿 贬成一文不值的半桶水 我也已经习惯了 当即抓了抓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应成一声 随即问道 魅儿 似乎经过土地妙一时后 你的性格与之前 有很大的变化 也不怎么开口说话了 这是为什么 你没什么事吧 哼 想知道我又没有事 那就放我出来一看便知 只可惜 我知道你现在 绝不会这么做的 我张了张嘴 魅儿的话倒是没错 我眼下绝不会放她出来的 虽然她也曾救过我 但我知道 那都是因为契约的作用 她不想让我在契约 未完成前就死了 那样对她也不利 只是我还是不明白 魅儿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说话时的声音很冷很轻 和当初一路的笑声 完全换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哼 就知道你不会放我出来的 哟 早知道你是 我真不该和你签什么契约 什么 我紧紧皱了皱眉头 王问道 你说什么 你说我是 是什么 还有 你为什么不该和我先去约 初七 你 如果你以后发现 眼前的一切都只是 希望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心念 要不然 要不然 啊 魅儿最后传出的一声惨叫 让我心头一惊 我急急地喊道 魅儿 魅儿 你怎么了 你说话呀 喊了半天 魅儿的声音再未出现 我心下着急 真想现在就打开小布袋 放魅儿出来 但 但是师父下的禁止 我不能违背师父的遗愿 况且 如果这都是魅儿想出来的计策 那我岂不是会愧对师父吗 思来想去 我深深吐出一口闷气 紧紧钻了钻玉佛珠 重重地躺在床上 哎 世间的事 阴阳二界的事 为什么这般的复杂 为什么这么难以抉择 师父 若是您还在 那就好了 不知不觉间 我渐渐进入了梦境 雪 鲜红的雪 满地都是 我震惊地目睹着周围的一切 这里明明是阳陀村 可为什么 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雪呢 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雪星 人呢 阳陀村的人都去哪了呢 突然 我看到村子里走出一群人 他们竟都是我白天所见到的村民们 但是他们面色猙獰 满身都是血迹斑斑 却手中各自揣着火把 刀钳铁锹的 一个个像是刚刚从厮杀中走出来的一样 我震惊之余 我震惊之余 渐渐听到他们口中 像是在说着什么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烧死汉拔 烧死汉拔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如何知道汉拔的事情的 我不是告诉了老杨和庚庆 别说出去的吗 难道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糟的多 人群中有三五个人 拖在这几具血淋淋的尸体 我睁大双眼看着他们 有一个妇女 还有两个小孩 另外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猛地坐起身 额头上顿时滚落一排痘大的汗珠 我颤抖着手擦拭掉汗水 并深深地吸了一口大气 感情刚才是做了一个噩梦啊 手心微微感觉有东西疼到 我低头一看 原来我正紧紧地攥着玉佛珠 哎呀 我居然忘记收起来了 拿起玉佛珠 我正正地注视着一切 马上收回了眼神 妹儿说过 不能动用意念在这颗珠子上 难不成 难不成我刚才的噩梦 就是这颗玉佛珠 一道道急促的打门声 将我的思绪瞬间地惊醒 随之传来鸿庚庆的大喊大叫声 大先生 杨曼仙 快开开门啊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啊 我心头一惊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梦中的场景 不会吧 不会真的发生了吧 来不及多想 我急急将玉佛珠收起来 并快速地下床 刚走进堂屋 但见老杨也火急火燎地搭着一件衣服冲了出来 迎面地急到 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 但愿梦中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个梦 只是个梦 心念急转 我立刻说道 吃灯去 我们快出去看看 老杨重重点头 一把拉开堂屋的门栓 我们二人急急赶到院门前 打开院门 正看到洪庚庆一脸惊恐的叫道 不好了 不好了 姑婆子家 营生家 马四爷家都出事了 有李大东率领了全村的壮丁 正准备去刨着三家人的祖坟呢 说是 说是打汉拔 我浑身一颤 没想到最不愿看到的事情竟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而且急将发生 看了看老杨 老杨猛地揉了揉朦胧的睡眼 声音惊诈地道 什么 打汗马 打 打什么汗马 谁传出去的消息说 有汗马来着 老杨是看了我一眼 而后我和老杨齐齐看下洪庚庆 昨晚洪庚庆走后 我和老杨都未曾离开房门半步 再说 还是我发起封锁消息的决定 我是铁定不可能捅出这个消息的 而老杨此时的表情也说明了一切 他也没有离开过房门半步 那么此时就我们三人知道 出去我和老杨 剩下的就只有洪庚庆最有可能将消息传出去了 洪庚庆脸色一白 随即急得满脸通红说 我 我没有啊 我昨晚回家就倒头就睡了 不可能是我 真的没有可能 老杨似乎还不肯定 顿时严厉的怪道 不是你还会是谁 你说 你昨晚回去后都见谁了 还有 你小子有没有说梦话的毛病 我 我没有 洪庚庆更加的急了 连连后退几步 几乎挥动着双手叫道 大大先生 杨万事 你们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将消息捅出去啊 我赶忙挥手 支持老杨再追问下去 并点头说 我相信你 相信你不是散播谣言的人 但如果不是你 那么昨晚偷听我和老杨说话的人 就肯定还有另外一个人 相比造谣的人也就是他了 眼下事态紧急 嘴问谁是告密者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赶快阻止村民们的行动 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生冲突才行啊 对对对 老杨重重的点头应称道 胡乱扒了人家的祖坟 若是扒对了还好说 若是扒错了 人家还不玩命啊 此事千万不可闹大 对了出去 我们赶快去阻止他们吧 洪庚庆也是着急的说 大先生那我呢 我想了想急到 恐怕单凭我和老杨很难挽回局面 这样 庚庆马上去找村长 并且将村子里能说得上话的几位老辈人都请出来 地点你应该知道 好了 我们现在就分头行动 要快 说完 我跟随着老杨急匆匆的走出院门 而庚庆也向另一边的飞快赶去 经过我一路上的了解 才算从老杨的口中将闹事的人 以及被闹腾的那三家弄清楚 李大东 是村子里的杀猪将 平时脾气就很绝 而且很喜欢和乡林之间打架 再加上近两年闹大汉 他也没什么生意 脾气就更加不好了 没事就和村子里的几个老游子私混在一起 要么是赌博 要么是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名声在十里八乡早就坏透了 老游子我知道 就是一些闲散且无所事事的土流氓 整体没事闲扯一些风流粗俗的乡野笑话 正事不干歪门邪道一大把 看来这个李大东也好不到哪去 即将被刨祖坟的三家 一家是姑婆子家 关于姑婆子 老杨说 传闻他自从结了婚就开始守广 丈夫身体很差 他们的婚姻 其实就是为了给他丈夫冲煞天喜所办 但他丈夫还是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 至此碍于封建思想作孙 姑婆子一直守着广 没有一子半女的在跟前 到老都是孤苦伶仃一个人 村里的人也就喊顺了嘴 姑婆子姑婆子就是这么来的 说姑婆子家有汉拔 老杨推测或许是跟他的丈夫有关系 他丈夫是清末道光年节生人 名叫李许叔 那时候他们家是个做生意的 生活还算富裕 而李许叔也是含着金勺子长大的 但李许叔却是福伯之人 俗话说得好 生个好家没个好命 也想不来那个福气 打小就是大小并不断 一边是家有富田余粮 一边却是抱着个药罐子长大 最后为了给李许叔治病 他父亲硬是花了家底 但最后还是没个着落 直到有人提议给李许叔说梅定亲 用新婚之喜 冲冲李许叔身上的病灾煞气 或许就好了呢 当时梅婆说的这个梅 就是姑婆子了 还别说 姑婆子想当年 可是十里八乡的俊俏姑娘 只是由于家境贫苦 无以为继 姑婆子的父母 也看中了李许叔家的底子 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何况当时的李许叔 虽然家财没有了 但还有着几间华堂 田地数十亩 姑婆子人心地善良 又是庄家地头的一把好手 当时的封建思想很严谨 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做主 姑婆子也只得顺从父母的安排 嫁给了李许叔 话说当时的李许叔家已经濒临家货之为 虽然硬着头皮大办婚事 大败宴席 但他们家的房啊 田啊 都被村子里的地主 杨大头看上了 杨大头那可是村子里的一把 迫使李家人以低价转卖了田地和房契 就连李家人留的一块风水宝地也给抢了 过去 要知道那个时候 风水宝地可比钱财刺眼多了 这还了得 李家人死活不干呢 杨大头此举摆明就是坑死人不偿命啊 李家人又是打官司 又是疏通关系 但这些隐暗玩意儿 却都被杨大头抢先一步堵了个岩石 再说了 李家人都穷得快活不下去了 谁还会在穷人脸上贴金呢 当然不会有人帮李家人管此事 李家人要找杨大头拼命 这也是酿成惨祸的瘾子 杨大头财大势大 非但没有如实的兑现买卖钱 还暗地里找人打死了李许书的老父亲 当时李许书还有病在身 家里又没个活下去的法子 他在红白喜事之后不到一个月 偷偷上吊死了 严格地说 李许书的死并非病死 而是上吊 但谁敢乱说呀 以当时杨大头的势力 谁说谁倒霉 据说 杨大头将李许书的尸体 埋到了东山沟里的臭水蛙庞 自己则享用了李家人的全部家当 最后是赶上连年抗战 杨大头不知道带着家小逃到哪里去了 人都四处躲藏 谁还会去操心死了人 埋什么地儿啊 久而久之 李许书的事就这么沉入无间的冤海之中 而姑婆子呢 绝口不提丈夫的事 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有人说姑婆子整天傍晚时分 要站在门前仰望东山沟的方向一阵 不知道看下什么 要说村民的迷信 很多是乱心 或许是认为李许书埋的地儿不干净 而形成汉拔的地儿也肯定有问题 姑婆子一生孤苦伶仃 却未在这两年的大汉年饿死和渴死 要么就是他的死鬼丈夫 变成了汉拔日夜给他挑水回家 要么谁也说不清楚 听闻老杨说完 我深深叹了一声 哎 真是太苦了 真是哪里都有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姑婆子这些年也一定吃了很多苦 我冷冷的说 这样的破理由也太坚强了吧 单凭李许书埋的地儿不对 单凭一个姑娃老人没饿死渴死就下断言 这也太扯了 老杨苦笑一声摇了摇头说 哎 这算什么 其他不还是有两家吗 再说迎生家 可是比姑婆子家苦多了 姑婆子还好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但迎生家 哎 原来 迎生家这个迎生是一个人名 大名叫马迎生 说到这个马迎生老杨不实的长须短单 渐渐给我讲述一段让人心酸的回忆 如今的迎生家就只剩下一个中年妇女 还有两个四五岁大的小孩子 家里穷得叮当响 这个倒不是关键 关键是马迎生这个人 他已经去世将近三年了 这个要说起马迎生的爷爷 马迎生的爷爷有四子一女 而马迎生的父亲则排行老四 叫马静文 小名叫老四 原本老四的父母是最疼爱这个第四子的 几乎从小宠到大 家里的活 农田里的活 都没舍得让老四染指过 所以老四年轻时候 也养成了一个说一不二的浇灌脾气 眼看着前面三个儿子都成了家 老头子看小儿子也长大成人 也划算着该给小儿子说门亲事 那个时候都是父母做主 但是老四却不同意 指名道姓说 要娶南边十里外公家村的一户人家的女儿 否则谁也不娶 殊不知 当年的公家村和羊驼村之间 有一座私塾 老四就是在私塾学习文字时 不知怎么认识了公家村的女儿 老四的父亲也就是马营生的爷爷 一听就火大了 这还了得 俗话说 女子未出归前 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小儿子居然上个私塾 都能认识到一个女子 便认定这个女子不是什么良家之女 绝技不答应老四的请求 应是找媒婆说定了另一个村子 黄湖村的女人 而且彩金都下好了 就等着女方的家人前来相亲 如果对方家人看着可以 就择个吉日把事给办了 哪知老四一根筋走到底 不带拐弯的 非但在黄湖村的人家来相亲时 没有露面 还在私下里就和公家村的女儿 私定了终身 当然 此事直到老四的父亲 逼着老四成亲那天 好端端的大喜之日 竟是闹出一场悲欢离合的大喜 人家那边等着去接新人 但这边老四的人却找不到了 可是把老四的父亲急得火上游 最后可想而知 老四自是去见公家村的女儿了 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才回家门 这下还不出了大事 老四挨了一顿毒打 直到老四的母亲哭着喊着 哀求着才算是放过她 但老四那次苦 哀了之下 还是没有承认自己的错 老四的父亲打完儿子 也不免老泪纵横的哭了一大会儿 要说人言可畏 这在那个时期 可是比命还重要啊 黄湖村的女儿 岂不是给人家摆了个大难看吗 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 以后可是要嫁人的 这下还让人家怎么嫁呀 非但如此 自己家的名声算是丢得干净 脸面就是想拾也拾不起来了 可是话说回来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还能如何呢 老四的父亲心下一横说道 你这个归儿子要想娶老婆也行 但是你找哪家的都行 就是不能找公家村的女儿 否则就和你个归儿子断绝父子亲情 话赶话赶到这儿了 老四也是一根筋又窜了起来 断绝就断绝吧 大不了等您老消完气再回来尽消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自从离开家门的那一刻起 便是做出了终身遗恨的抉择 黄湖村的事算是告一段落 可是公家村的人也得到了消息 说是羊托村的一个小子和本村的姑娘相好 这在一个脸面胜于一切的年代 那是捅破天的大丑事 公家村的村民压根不让老四进村 否则就威胁并扬言要打断他的腿 但这并未抹杀掉老四的愣脾气 老四跪下了 跪在公家村的村口足足五天五夜 五天五夜不吃不喝呀 真一下子闹腾的 可是传遍了十里八里的大小村落 要说最后 最后就得问马营生的母亲了 据说马营生的外婆 被马营生父亲的执着彻底感动了 苦苦哀求马营生的外公 结果老两口无奈之下 又懊不过女儿的绝食以堆 生怕脸面没保住 再搭进去一个女儿 那可算是丢人丢到家了 所以马营生的父母算是有情人 忠诚眷属 当老四带着新媳妇向老爹老娘道歉时 却遭到一顿前所未有的冷漠对待 而且老四的父亲也就是马营生的爷爷 竟然将老四的大名从祖谱中给除名了 这也说明一件事 马老四已经和亲生爹娘彻底断绝关系了 马老四那个气啊 一根筋的脾气腾的窜了起来 怒声的言道 以后就是死也不会再迈过这个门槛 如此马老四的穷困小日子开张了 先是在田间地头搭建了一个小庵 而后渐渐改成了土坯房 再后来马营生出事 一看是个大胖小子 老梁可估摸着好日子总算是有盼头了 但世间之事往往事与愿违 自从马营生出事后 马老四的身体总是大小病不断 整天抱着个药罐子 一躺下就是一个月半个月的熬 可是拖垮了整个家里 虽然日子苦点 一家人倒也逆来顺收 马营生渐渐地长大 更是懂得做人的道理 据村里人谣传 马老四的父亲虽说和这个小儿子断绝了父子之情 但是人老了也就搁不住血浓于水的轻轻牵扯 时不时趁着马老四两口子不在意 偷偷塞给马营生两个响子 或是揣个白摸摸 但是马老四知道后 狠狠地打了马营生一顿 至此马老四的父亲再也不敢给小孙子东西了 马营生长大后 老爹老娘的身体也快扛不住了 但马营生却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小子 不管多脏多累的伙计 不管是端屎端尿 他都尽心尽力地孝敬着两位老人 要说做人子 能做到这一步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真正能身体力行做到这一步 却是极少人能达到的 直到马老四的父母先行一步去世 两代人的恩怨才算是无声地画了个句号 但是马老四却是严厉地告诉马营生道 以后他们两口去世以后 却是绝不能入马家的祖坟 既然祖谱上都已经除名 到此再挪到一块 岂不是让下面的祖先嘲笑吗 马营生懊不过父亲马老四 只得喊泪答应 就在三年前 马老四和老伴悄然离世 说也奇怪 有人说马营生这个校没有进门 这不过了没有三个月 马营生也得了个重兵 一命呜呼了 而这时 马营生已经撇下了一个贤惠的妻子 和两个还未长大成人的孩子 马营生的妻子也明白丈夫的心思 就把丈夫葬在公公婆婆的孤坟侧面 而在当时 就是老杨去安的学位 老杨当时就告诫 营生的妻子道 他公婆本就占了一个孤行位 根本无法葬起后世子孙 孔有不祥 甚至会闹出阴游事端 应该让营生认祖归宗 葬在真正的祖坟之地 但营生的妻子可不管那么多 言称营生孝顺的老人一辈子 老了老了一起下到下面 也应该陪伴着二老才师 如此 马营生便是葬在了一个不祥的位置 虽然老杨设法化掉一些煞气 但是也维持不了多久 马营生死在三年前 也就是不久后闹出了大汉 想必李大东率领的村民 应该是认为马营生 是因为葬的地儿不对 才去扒坟的吧 我则苦叹不已 殊不知错误的认知 很可能会酿成人间大祸 若是李大东真的扒开了马营生的坟 结果发现马营生不是汉拔 那他该如何给马营生的妻子一个交代呢 恐怕三两句话是万万说不清的 八祖坟 这可是其深仇大恨的引子呀 老杨的家在羊驼村的最东头 而据老杨所说 马营生的家则是在村子的最西头 这么说倒是和马顺洪家不远了 快到马营生家时 老杨随口说了一下马四爷家的事 这个马四爷和马老四可以说八杆子打不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老杨说 马四爷祖上七代时 可能是和马老四的祖上九代是本家 但是传到这么多代 谁还认谁是亲戚啊 俗话说亲不出五福 他们两家那是早出了六福七福了 所以谁也挨不着谁 马四爷一家子如今 就剩他一个七十多岁的糟老头了 为什么村民们会认定他家也沾上汉拔的事呢 那是因为他的一大家子人 就是在去年才刚刚的过世 而且是一家五口人 一夜之间齐齐下了地 究其原因乃是一锅粥惹的祸 大汉连年吃喝皆无 谁知马四爷的儿子媳妇 进山一趟 竟然勿挖了含有剧毒的草根 而非菜根 当晚煮了一大锅 马老四的老婆子 以及儿子媳妇 还有两个大孙子 都是吃了个成 只有那晚马老四进山下野套子捕山兔子 结果第二天早上回到家 却发现满屋子没有一个活人 全都直挺挺的躺在堂屋内 桌岸上还散落着毒草根呢 我皱了皱眉 要说村民无知 我觉得就算再无知 也不应该怀到马老四的头上 毕竟大汉之年在两年前都就开始了 而马老四的一家几口子是去年才去世的 这完全对不上啊 说着老杨指着一座破房子道 这就是营生家了 我还未进院便已察觉到有些不对头 因为宅院的大门是大大咧咧的开着 而且门本下面的石槽也微微有些偏微 可见这是有人用大力推过的 看到这儿 我和老杨快步走进院子 却发现院子里屋子里都没有一个人影 我心里安静连连叫声不好 门都是大开着的 而人却一个也没有 这只能说明一点 营生老婆或许已经赶往坟地阻止李大东等人了 我浑身颤了颤 按照老杨所述 这三家简直和我梦境中所见到的几具尸体完全相同 难道 难道昨晚的梦是在预示着今天要发生的事吗 哎 人呐 若是犯起糊涂来 可真是比鬼还要可怕百倍啊 我来不及多想 急到 快 快带我去马云师的坟地 老杨盲点头道 营生的坟就在西北山坡上 我没有废话 率先一步跑在前头 老杨紧随其后 冲出羊头村村口 我老远就看到西北方的山坡上围满了人 心下一集不觉加开了步伐 大先生 杨卖线 突然 身后方传来了更青的声音 想必他已经带着村长赶出来了 我来不及多想 便不管不顾地向远处的山坡赶去 梦境中的一幕幕真真切切地呈现在脑海里 一群全身沾满血迹的人 他们拖摘着一具具尸体 扬言什么打汗拔 烧汗拔 如果梦境里的一切真的是在预示着未来发生的事 那也太可怕了吧 终于近了一些 翻过一个干枯的小沟沟 前面不远就是山坡了 而人群中的叫嚷声 怒骂声 哭喊声 则回撤在森冷的空气里 我知道 并非空气森冷 冷的是人心 是人心啊 哼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不要拔营生的粉 求求你们了 人群里不断传来一个妇女的哭喊声 虽然我看不到人在哪里 但我可以肯定 这个哭喊的人一定就是营生的妻子了 随即还传出两个孩童的哭声 我紧紧皱起眉头 忙飞奔上了山坡 哼 营生家的 我们这也是为了大家好 不打汉拔 不打汉拔我们这里就没有雨下 那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啊 别管他 我们八分 这个声音 是人群中那个个头最高的一个所说的 想必就是李大东了 我忽视忽视的喘着大气 就在人群正准备行动的时候 立刻大喊了一声 慢着 人群停下了 并缓缓扭头看一下我 我看到这是一群村子里的大老爷们儿 而李大东也面色不善地扭头看来 想必昨天的法事他也见到了 所以在看到我后脸色还是变了变 人群让开了一条刀 从间隙中 我终于看到了营生的妻子 他是一个年纪四十上下的面容 但看他身边的两个孩童就知道 他也不过就是三十来岁 但这样的家这样的生活 面容老太才是正常的 缝着大补丁的碎兰花衣衫 已经沾满了泥垢 营生妻子死命地守护着一个矮小的坟头 几乎背靠在上面 双臂伸开拦阻着左右的人群 两个身穿泥灰色小衣上的孩童 则紧紧依偎在营生妻子的怀里 此刻已经是满脸的泪水 将原本簪兮兮的小脸蛋描绘得更加滑翘了 看到我 营生妻子连忙急急地叫道 大先生 大先生 救救我们家吧 或许昨天的法事 让羊托村的人都认识了我 所以眼见营生妻子喊出声 暂时也没人敢动一下 反而微微后退几步 就在我走向营生妻子之际 一旁的李大东突然开口道 大先生 你来得正好 我们大伙正准备八分打汗麻呢 但营生家的死活不同意 你给主持个公道吧 我冷哼一声 没有理会李大东 上前摸了摸两个小孩的岛瓜 然后对营生妻子道 大嫂 你放心 你们家不会有事的 哦 谢谢大先生 谢谢大先生 营生妻子说着感谢 但双臂还是紧紧挡在坟头上 生怕一个不留神给人给扒了 我站起身 对着李大东说 不知你是怎么知道马营生就是汉麻的 李大东脸色一红 积极后退两步 但马上出声道 这个谁不知道啊 汉麻就是刚死的人 一百天内尸体不腐烂 就会变成汉麻 还有就是 汉麻鬼会往家里挑水 而营生家的水缸我们就看过了 里面的确是满的 老人们都这么说 所以这样推算下来 我们村子整整大汉两年零七个月 而营生刚好死了两年零九个月 现在就营生最有可能是汉麻了 如果如果真的不是 那还有两家最为合适 我们待会再去拔另外两家的看看 只要找到汉麻 我们大伙一定齐心协力打死汉麻 这样我们大家才有活动啊 说话振振有词 被李大东这么一闹腾 四周的村民也都蠢蠢欲动起来 不时有人压低声音喊出赞同的话语 而李大东的脸色也更加激动了 看着架势即将忍不住要下手扒焚 我连忙抱拳向左右围拢的村民道 大家先不要激动 请听我说 马营生是不是汉麻我们暂且不论 倒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汉麻 并非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 若是真有汉麻 那他随便一致便可赤地千里连年打汉 又是僵尸的一种 只问大家单凭手中的铁锹就能打得过他们吗 僵尸 村民们微微的惊恶 不觉离马营生的坟头又站得远了一些 很明显对马营生的坟头畏惧了几分 但李大东却像是唯恐天下不乱 鼓着劲颤颤的喊道 我们我们不怕 我们大家只要齐心协力 一定能打败汉麻的 我摇了摇头 正准备接着开导大伙 老杨和村长数人就陆陆续续地赶来了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还反了不上 敢跑来巴人家祖坟了 村长马二叔指着李大东连连地怒喝道 并将周围的人挨个指了个边 一旁的几个老辈人也对着众人指指点点的怒骂道 作孽呀 真是作孽呀 想必在此的很多村民都是那几个老辈人的后代子孙 被指着骂竟也不敢还嘴 非但不敢还嘴 一个个的连连后退低着头 连个屁都不敢放 谁知李大东突然指着我对马二叔说 打汉拔的事都是这位不知道哪来的大先生说的 他昨天能送走水牛惊 我们都认为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的话不会有假 所以他既然说了有汉拔 那我们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羊头尊着想啊 我顿时呆住了 这怎么都算到我头上了 马二叔也马上看向我说 初心 这件事是你说的 我心里那个憋怯 连忙解释道 是我說的不假 但我只是和老杨说了呀 并未让其他人知道 我不明白李大东是怎么知道羊头尊出汗爬的事 说完 我冷冷的瞪了李大东一眼 这个家伙说什么为了羊脱尊着想 我看就是存心闹事的 现在没话说就开始乱咬人了 马二叔脸色变了变说 那照你这么说 羊头尊可是真的出了汉拔 我皱了皱眉头 看来一心想封锁消息是不可能了 我想了想说 这个出汉拔可不是小事 在未见到汉拔之前是万不能断言的 只有四下里查看一番才能确定 此话倒是不假 说实话 现在我心里也没底 不要说现在还没有确定此地的大汉就是汉拔所为 就算是确定了是汉拔 我也还没有想到对付汉拔的法子 此事完全是赶鸭子上家 赶上去难 赶下来就更难了 李大东突然大声叫道 大伙都听到了吧 这位大先生分明是我们羊头尊出了汉拔 只要我们找到汉拔 就可以打汉拔驱出大汉 对 对啊 一时之间 李大东又将我的话引到山洞的火点上 他的话音刚落 四周的村民纷纷出声映沉 而且声音异常的激动和愤慨 马二叔顿时怒声的呵斥道 对个屁 哪个贵儿子敢说对 你们想干什么 反了你们了 现在不是没主的年代 哪个敢装流氓 别管老子翻脸不认人 被马二叔这么一呵斥 村民们马上又安静下来 马二叔四下里看了一眼 便低头对营生妻子说道 营生家的 别守着了 有我在 我看今天谁敢随便乱动 快起来吧 你看你这样 两个娃都跟着手累 快起来 李大东倒是个不折不扣的菜头 见大家都不敢吱声 他再次开口道 马二叔 不是我们给你老天麻烦 你也不看看大伙都饿成什么样了 三年了呀 要吃的没吃的 要喝的没喝的 我们再不解决眼前的事 难道要么大伙都饿死呀 马二叔眼一瞪说 怎么了 你还想怎么练 还煽动村民打汗吧 你说你是能降妖啊 还是能拿怪啊 这么两句话一数了 李大东憋得脸通红 却是不再吭声 马二叔接着道 也不看看你那小身板有几两肉 能打死两个跳槽不 哈哈哈哈 村民们一听 顿时忍不住乐乐 轰然笑了起来 我和老杨相识一言 也不觉一笑 还别说 马二叔这个村长当的 还真是有点威慑力 关键时刻 还真有点领导的气势 这么三两句话 愣是把虎视眈眈的村民们 说得欢声笑语一片岛 这下李大东等于是被孤立了起来 但他似乎还有点不甘 直绕着又开口道 那那此事也不能就这样算了呀 今天一定得给大伙一个交代 不然我们大伙就是要扒开嬴生的坟 眼看着村民们再次往李大东上身边套路 是啊 都是给苦怕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苗头 大伙就像是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 怎会轻易的松手呢 马二叔再次的呵斥道 交干什么 你们一个个的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都回家去 既然初期都来到我们这里 相信还一定会帮大家解决此事 我们羊头村的人也不是那混蛋流氓 怎么也得有个分寸吧 随便的凭空猜想就扒人家祖坟 这是人干的事吗 现在有初期来处理这件事 我们大家先回家待着 三年的时间都挺过来了 还在乎这么几天吗 说到这里 马二叔不禁停顿一下 缓缓扭头看了看我 我立刻混意的点了点头 马二叔才接着道 这样吧 我们给初期七天的时间处理这件事 如果七天后 还是不能解决这件事 到时我们再开会商业 怎么样 李大东想必是没有什么 之前能拿出手的 当即点头道 那好 我们就再等七天 如果七天后还没个结果 到时马二叔可别再怪我们混蛋流氓了 说完 李大东一招呼 四周的村民纷纷跟着走下山坡 渐渐向村子走回 一会儿的功夫 这场风波算是平息下去 嬴生的妻子忙跪在地上哽咽道 谢谢二叔 谢谢大先生 谢谢大家 马二叔一脸黯淡的摆手道 好了 别抹泪了 带着孩子回家吧 老杨深深吐了一口大气说 哎 总算是没事了 马二叔翻眼白了老杨一眼 随即说 我们回去再说 走 我们一路回到马二叔的家 在堂屋内坐下后 马二叔再一次的叹道 出席啊 按说 我不该让村民们太过崇尚迷信 但是 哎 眼看我这个村长也压不住他们了 期限也已定下 下面就看你的了 要说 你有多少把握 让我们大家也好给你兜个底啊 几个老辈人也苦着脸叹息 纷纷附和马二叔的话 看来都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怕我非但解决不掉这件事 还会激化村民们暴动行为 我看了看一旁的老杨 老杨顿时脸色一颤 说道 哦 我我都听你的 一时间我竟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 这一下给我弄得想退都退不掉了 可是 我真没有绝对的把握去对付汉拔呀 如果师父在 那自然是不在话下 但我现在的修行我自己最清楚 若是一般的小鬼小怪还行 但是修炼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汉拔 我的确没什么把握 偏偏马二叔着急之下又定下了期限 这着实让我有些难堪 感受到大家齐齐注视着我 我投贫一马 思来想去猛的点头道 好吧 我尽力帮羊头村的村民解决此事 不管是汉拔还是其他的警官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尽到降妖伏魔的职责 马二叔等人顿时满意的相互点头一笑 马二叔说 那好 这几天如果需要村民们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如果过了亲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给抖抖底 我立刻摇抖他 这个倒是不必了 我只需要老杨和庚庆帮忙就成 今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将此地查看一份 马二叔说 那好 我现在就让老婆子做饭 你们午饭就在这里吃 吃饱饭再好好去忙活 再次出了村子 我微微松了口气 梦境里的一幕总算是没有出现 看来遇见的事还是可以提前改变的 这下我放心不少 如此我们下面就是专心寻找汉拔了 四下张望一夜 除了正西方没有山 其余几个方位都是三连山 也不知这样的地形找起来需要耗费多少时间 老杨先生给我指了指正南方 说道 往南五里有一个小村子 不过现在也没几家了 原本就是我先前所说的私塾 有的人家住在大山里 怕孩子学习不方便 整天跑来跑去的 再加上山里的住房也简单 渐渐的就多办到私塾四周了 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个小村子 不过那个私塾早些年就关闭了 原因是教私塾的先生太老了 教不动 现在孩子们学习 就都跑到十里外的公家村 那里是一所民办学校 据说那里书教的好 但对于住的远的孩子来说 还是不少受罪啊 说到这里 老杨意识到话有点扯 我们可是出来找汉麻的 不是研究风土人情的 当即苦笑一声 接着说 南北的山路很顺畅 所以坟地倒是很少 而且山势也低 一般坟地都集中五个方位 西南方向的山沟 东南方向的山坡 东边方向的山沟 那里倒是有个水蛙子 姑婆子的丈夫李许叔 就是葬在水蛙子旁 不过水蛙子的上方 倒是有一块好地儿 也是一个坟圈 另外就是西北方有几处沟坟 北方有一个大坟场 东北方是山丘林地 那个地方没有 总的来说就是这五处了 我点了点头说 现在我们就按照你所说的方位 先从西南方向的山沟去看看 老杨没有意见 点头应声一声 耕青更是符合着点头 如此我们三人 向西南方向的山沟感望 要说山里看山就是这样 看似很近 其实走起来才知道有多远 不过村民们的田地 都已经干枯 整片整片的田地 连根青草叶都看不到 可直接从田地里穿过 这样又省事不少 一路上据老杨所说 马四爷的一家几口子 就是葬在我们即将前往的山沟里 而且山沟四周的山坡上 并非只有马四爷一家坟地 还有四五家都是葬在那里 老杨说 那个山沟传说还有个说头 叫什么麒麟沟 一听我就乐了 怎么还有这样的名字 麒麟乃上古神圣 就算住在人间 也是选择灵气旺盛的 名山大船之中 起码也得有个山洞吧 至于一个小山沟 那根本不可能的 但老杨则很肯定地说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若上古时代真有个麒麟 在麒麟沟住过 谁也不知道 但这个山沟的名字来的 也有点无据可查 因为压根就不知道是谁传出的 说着 我们便来到山沟的入口处 要说这个山沟还真有点那么回事 整个山沟呈椭圆状 前后只有狭窄的山口 走进里面 立刻感觉到一丝丝清爽的山风来回的回旋 但是外面却是没有一点风的 听师傅说过 风水讲究的就是藏风聚气 这里灵气浓厚 且风向迂回不出 真可谓称得上藏风聚气这几个字了 难怪会有这么多人选择这里 作为祖坟安葬 但是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缺水 所谓风水 有风有生气还不算上家 得有水相助才算是上家的风水 俗话说藏风聚气得水为上 就是说附近有条河或者湖那最好 再不济也要有眼泉水或井水 但这里很明显是缺水 麒麟沟左右两边 又分前后山市 当然 按照此地的方位来说 东方为商 右边入眼的第一个坟 则占据了此地风水浮运的最多 四周都是干枯的杂草 和几棵瘦小的树木 但坟地旁边却是异常的平整整结 看来是他们的亲人修缮的好吧 这一处坟地里有五个坟头 由西北角依次往东南方向排列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此地并未有异样 如此这一处坟地算是排除在外了 我将如何辨别汉拔的方法 告诉了老杨和耕庆 下面则由他们二人一路查看对面的坟地 由于担心耕庆对这方面不甚了解 所以老杨不放心让他一人算作一路 我一个人为一路 这样分开来查看就又省事了一些 两个时辰过去了 待我们回返的入口处时 他们二人不出意外地摇了摇头 老杨说 并未有潮池的地儿啊 都他娘的快干裂了 诶 对了 我和耕庆还特意仔细查看了马四爷家的坟地 他家的坟地也并未发现什么异样 而且他家的坟地旁还长了草的 根本不可能有汉马 我微微点头 老杨说的不错 汉马所在的坟地一圈都是潮湿甚水 而且阴气常年不散 寸草不生 如果两个条件都没有 单凭坟地周边长草 就可以断定马四爷家没事 老杨说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呢 我想了想说 为了防止漏掉任何一处 我们就沿着山路绕行去东南坟的山坡坟地 希望那里不让我们失望吧 他们二人自然没有意见 连连点头地硬称 山路并不好走 所以我们走起来很是废事 而且刚走上南边的山坡 太阳已经渐渐稀奇 接近傍晚时分 既然答应了期限 我们就得日夜不停地忙活 至于回家睡觉 那是想都不该想的事 一路上的相处 庚庆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便开始和我说一些他的所见所闻 大先生 那会李大东所说的话 说迎生家的水缸一直是满的 我这个听李胖子说是真的呢 他说他也亲眼看到了 我微微一笑说 哈 李胖子是谁啊 老杨呵呵的笑道 啊 李胖子是庚庆家的邻居 本名叫李铁处 和庚庆是一起长大的小子 由于长着一个水桶腰 所以村子里的人都喊他胖子 那小子别看憨糊糊的 其实鬼精的狠道 没想到老杨说起这个叫李胖子的这么开心 看来这个胖子一定是村子里的活宝了 不知怎么的 我突然想到了十八里村的梦黑子 他也是一身黑胖 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孤儿 只是他的命好 打小被人收养 由于我是天生倒霉鬼 所以长大后他的家人 也不让他和我走得太近了 同时我也想起了补一缺 他倒也算是个胖子 如果说起外表憨厚而内心精能 我认为能比得上补一缺的恐怕不多 他才是真正的大志如鱼啊 也不知补一缺现在怎么样了 更进的话再次将我从回忆里拉回了现实 大先生 都说汉把鬼会挑水 不管汉把鬼的家里有没有水 只要到了夜里 都会挑着挑子去担水 而且汉把鬼总是能找到水源 别人家里连做饭的水都没有 但汉把鬼的家里却从不缺水 李胖子经常去营生家 这都是他说的 说大汉这段时间 营生家并不缺水 哦 我皱起眉头 这个倒是有点蹊跷了 更进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对 汉把鬼的确会挑水 不管别人家缺不缺水 自己家却从不缺水 但是 但是马营生的坟地我是看了的 如果里面埋葬的的确确是马营生 那他一定不是汉把 我立刻问道 李胖子经常去马营生的家里 他为什么要去马营生的家里呢 难道他们两家沾亲带故吗 想想也有点说不通 马营生姓马 而李胖子姓李 竟是都不是一路的 不过我的疑惑马上被更庆解开了 李胖子打小病多 正赶上那时候营生的老爹马老四 和李胖子的爷爷李鸿军走得热乎 据说他们两个打小是一起上司书的 所以两个老辈人一商量 说让李胖子过个门槛躲躲斋 就让李胖子过给营生 任营生为干爹 不过那时候营生也不大 才十多岁 直到李胖子大点才肯叫干爹 所以营生死后 李胖子还是过年过节的去营生家 帮着干点家务活 平常有事也会去 两家的关系很不错 自从李胖子发现营生家不缺少后 就天天晚上去弄点回来 这不 有一次被我撞见 他才告诉我的 老杨顿时睁大双眼看向更庆说 你说的都是真的 更庆坦然道 当然是真的 不信我可以让李胖子当面对证 而且你还可以早晨去营生家看看 他家的许刚一准又是满的 老杨猛气一口大气 立刻皱眉道 营生竟然不是汉麻 难不成是马老四 亦或是 初见 你怎么看 我苦笑一声摇头道 哈 这个不太可能 汉把往家里挑水说得通 但是挑水的并非就一定是汉麻 或许营生家确实太苦了 咦 老杨停下脚步有些疑惑的问道 初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营生家实在苦啊 这不是跟门说一样吗 我只是苦笑 却不再说下去 倒不是我故意卖关子 既然确认了马营生不是汉拔 而且当时我也看了马营生的父母坟 并没有一丝的引起 也不见潮湿 他们家可以排除在外 至于丹水 这个不好说 若是他们家遇到哪个大发慈悲的修仙动物帮臣 也说不定 只要对营生家是善意的 我便无需担心什么 也没必要非去查个什么所以然出来 在我们赶到东南方山坡的坟地时 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下来 庚庆则拿出马二叔为我们准备的几个干瘪的窝头 还有一小湖水 大家简单对付几口 就开始着手查看这片坟地 只是这会儿天渐渐黑了 我们不得不做几个火把 点燃火把 老杨大概给我讲了一下此地坟圈的分布 这个山坡很大 而且树木也很密集 各个坟圈之间都相隔着树林 查找起来很是的麻烦 老杨和庚庆往右后查看 我则一路向左边走 一到晚上 坟圈四周自然荡起一层阴气 这个我确实不怕 因为僵尸妖怪都见过 还会怕这点阴气吗 不过有趣的是 我当初做押坟的活迹时 却从未看到过什么阴气 现在开了天眼 以往看不到的东西 现在都一清二楚地摆在眼前 倘若当初我能看到这些阴气 也不知敢不敢再去婆子坑附近压坟 当初对马夫子频频遇到怪事 此之以彼 现在看来 马夫子遇到的事应该不是子虚无有 我突然又想到了那句俗话 出生牛犊不怕虎 穿过一片树林 我来到一块坟地前 这里的坟头不少 阴气很深 而且我还发现阴气中夹杂着一丝丝的怨气 看来这片坟地里肯定有一个死的有问题 向前走了几步 突然 空气中的怨气有点增强了 似乎在试图靠近我 我冷笑一声 挥手掐出宗师纸打了出去 一股炙烈的阳气狠狠地将怨气震散 接着 我不客气地说 尘归尘土归土 人鬼异熟徒 本师前来不为其他 你们安分守己即可 话音刚落 空气中 空气里的阴气果然缓缓散去 直至稀薄如指 看来都老实了许多 但正当我准备弯身查看的同时 山坡的另一边突然传来老羊的大叫声 出去 鬼啊 啊 我愕然应成一声 这声音居然是老羊的 老羊居然也怕鬼 这 这简直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他好歹也是此地的大先生 怎么可能 不错 不远处闪现的火光明显是两个火把 以前以后 前面那个不是老羊还能是谁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老羊飞快地向我这里重来 但马上我的脸色一变 那 那两个火把后面果然跟着一个东西 而且我老远就看到他身上的怨气 已经将老羊与庚庆笼罩在内 他明明可以控制老羊和庚庆的 就为什么迟迟不动手呢 难道是在看着两人飞快逃跑很有趣吗 不管什么原因 我都必须要救这两个人 我们既这么辛苦 还不是为了羊驼村的所有村民吗 既然已经下地 不住我们一臂之力就算了 竟然还敢阻止我们办事 简直是找打 我伸手在法袋中摸出一枚铜钱 这铜钱是师父曾经所用的巨羊铜钱 里面凝聚了极羊之心 一般阴魂根本不够一击 虽然铜钱还有不少 但巨羊铜钱只有三枚 我一直舍不得忧 但是此刻我也拿不出最快且最有效的法子 只有这枚铜钱可见危机 双手捏住铜钱来不及多想 我快步向老羊冲去 边冲边叫道 一直向前跑 不要回头 说完我立刻就后悔了 因为因为庚庆一听到我的话 竟鬼使神差的急急回头 就在庚庆转身的瞬间 那个阴魂一闪 没入了庚庆的体内 也就是这个当口 庚庆三把阳火立实灭了两把 我浑身一颤 这叫什么事啊 真是晦气 竟是遇到了壮客 不过庚庆只是被阴魂附体 只要不是修仙动物戒体 便问题不是太严重 可还是得及时的救它 不然庚庆 偏偏就是这么个时候 我一个不慎 竟是被一截露出地面的树根 给绊倒在地 仰面四脚八叉的摔了个狗吃屎 非但如此 手中的智阳铜钱 也不经意间脱手而出 这么黑骨隆隆的 也不知道掉到哪干的了 咳咳咳 那娘的 我剧烈的咳嗽两声 并随口骂了一声 忙向快步奔逃的老杨大叫道 老杨 还回去看看庚庆 他被撞个附体了 老杨面色一惊 顿时掉头 看了看身后不远处的庚庆 急的 哎呀 这这这怎么办呢 我奋力爬起连连叫道 快去看庚庆 别让他咬舌头 刚才明明看到那个阴魂伸长着舌头 应该是个上吊死的 现在附体在庚庆身上 肯定要让庚庆做他的便背了 那么庚庆弄不好 就会咬舌自尽 如此可就坏了大事啊 哦 好 老杨迟疑了一下 看来吓得也够狠的 忙拎起胳膊 大喊大叫着向庚庆冲去 庚庆 你坚持住 我来救你了 我来了 这杨半仙 我眼前一阵冒黑线 一撂角子站起身 四下找了找 但哪里有智阳铜钱的踪迹啊 不是树的枯枝 就是打草漫步 别说找智阳铜钱了 就是随便藏一个人 一时半刻的也难找 我深深叹了一声 取出一张镇鞋符咒 便冲了过去 此刻 老杨远远站在庚庆的身后 长一声短一声的喊道 庚庆啊 你可不能咬舌头啊 庚庆啊 你们家可就你一颗毒苗了 你若是 听着老杨的废话 我一阵头皮发麻 快步冲到老杨前面道 让我来 庚庆背对着我们 且深深低着头 浑身瑟瑟的发抖 口中还传出一丝丝 莺莺莺的抽气声 我心下大惊飞快上前 单手掐出道指 猛的将这些符咒 拍向庚庆的脑壳 呼的一下 一道阴气凝重的阴魂 一晃出现在庚庆的身后 眼看他又想齐身上前 我怒声的呵斥道 大胆 还不走 再敢上前 小心我打了你魂飞魄散 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但我的话刚一出口 那阴魂竟是不管不顾的 再次冲向庚庆的身体 我狠狠咬了咬牙 趁手咬破中指 用童子梅按在阵邪符咒上 挥掌拍向阴魂的头顶 一声凄厉的惨叫过后 惊魂顿时魂飞魄散 继而烟消云散 庚庆整个身子一软 掺倒下去 老杨适时尚前 将庚庆搀扶起来 我则正正的看着空荡荡的山野 刚才 刚才我情急之下 居然真把他打散了 我真的 想他打散了吗 以往我都是劝师傅 不要随便打散那些阴魂 可是现在我却 我却和师傅一样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也变得冷酷无情起来 想了想我暗自宽慰着 刚才真可谓是千军一发 若是再被那阴魂上了庚庆的身 那庚庆可就难救了呀 而且那个阴魂是上吊死的 怨气极重 几乎一心在找点被的 根本没有了正常的意识 也可以说他的意识早已抛开 在那种情况下 要么打散他 要么就得让他害死庚庆 我这么做也算是不得已 只希望他的灵体在归于原始后 再次造化俱合 好好地重新变成生灵吧 老杨突然出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出去 庚庆的舌头出血了 什么 我立刻弯身看向庚庆的舌头 并着急地问道 怎么样 严重不严重 老杨微微松了口气说 哎 还是你巧先一步救下他 舌头只是破了一点表层 没有大问题 哎 只可惜他的粮巴货已经灭了 我四下看了一眼说 先找块干净的地方 让庚庆躺下 将庚庆平躺在一块大石上 老杨有些为难地说 日下可怎么办呢 我也一时犯了难 庚庆这个样子肯定不能再继续找了 得等他慢慢恢复过来才行 阳火熄灭这事儿除非师父还在 可以马上就去更庆 但我这点修行却无法做任何事 所谓三把阳火乃体内的晶圆调动起来的 晶圆乃先天父母所思 要想立刻恢复庚庆的三把阳火 除非有高道输送真气 提升他体内的元气 只有那样他的三把阳火才能恢复 如果以上的办法都实现不了 也没有让庚庆自行修养慢慢恢复了 若是在白天就好了 经过强烈的阳光照射 三把阳火可自行燃烧起来 但是这么会儿哪里去找太阳呢 不耐之下我和老杨左右守在庚庆的身旁 老杨义生生的叹息传来 楚西啊 要不 要不咱们白天再找吧 唉 你看这黑灯下火的 又是在山野坟地里寻找 庚庆已经吃了苦头 若是再出来个什么 那我们恐怕还为你找到汗巴 就已经脱了死了呀 我没有即可回应老杨的话 而是沉默半天 其实我何尝不想在白天再找呢 但村长马二叔就限定了七天的时间 这里的山地难走 且又是如此的分散 天南地北的那么远 按照这个进度别说七天了 我看就是十天也找不完全部的坟地 我想了想 无奈地说 老杨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心里话 更新的事就是我的疏忽 但我们的时间不多 单单在七天内找到汗巴还不行 还得除掉汗巴 给村民们一个交代 哎 七天的时间 哪够啊 老杨猛地坐起身 扭头看向我 郑重地说 出气 说真的 若真的找到汗巴 你又把我对付吗 老杨的话再次将我问住 说真的 我心里还真是一点底都没有 僵尸何其难对付 更何况这次要应付的 可是比普通的僵尸又厉害几倍的汗巴 随便就能使千里赤地 恐怕震尸祥魔咒都很难起到作用 这可真是一件让人进退两难的事啊 突然 庚庆猛地仰起头咳嗽两声 但紧接着又脖子一软再次瘫倒下来 我和老杨皆是眼睛一亮 齐齐地看向庚庆 庚庆缓缓地睁开双眼 刚想说话 马上歪头喷出一口鲜血 而后正正地看着地面上的血迹 诧异地问道 大先生 杨半仙 我 我吐血了 难道我死了 我一看庚庆能说话 顿时松了口气 一旁的老杨也咧嘴一笑说 嘿 死个屁 死了还会吐血啊 嘿 庚庆还是不信地看着地面上的血迹道 可是 这血是怎么回事啊 为了不让庚庆再瞎拆下去 而立刻将刚才遇到壮刻的事告诉了庚庆 直听的庚庆大睁着双眼张着嘴巴愣是说不出一个字 许久后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呃 不会吧 我 我居然被附体了 还要咬舌头自尽 真是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温小刀 哎 现在没事就好 你还年轻 精气旺盛 恢复的应该快一点 你这会觉得怎么样了 庚庆似乎没注意听我的话 而是一脸惊恐的四下看了一眼说 大先生 要不我们回家吧 这黑灯瞎火的也太邪性了 老杨也不说话 达拉这脸 像是被人欠了几百两银子似的 可见他也赞同庚庆的话 不过他也明白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尽快找到汉拔所在 才能想办法制服汉拔 给村民们一个交代 庚庆勉强能起来走路 不过走起来还是一飘一飘的 而且恢复起来的羊火还很弱 这次我们就不能再分成两路了 由我打钱 庚庆找了根树叉拄着走在中间 而老杨则紧跟在后面 如此我们继续上路了 刚走两步 突然听了脚下一道清脆的叮当声 我眼睛一亮 弯身一看 居然是刚才失手抛开的智杨铜钱 顺势捡了起来 我咧嘴一笑 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啊 据老杨所说 他们已经将西山坡的坟地查看过了 确认没有汉拔的迹象 而刚才的阴魂 也就是他们看过最后一个坟头是招惹的 但老杨却不知那个坟头是谁家的 也没人修缩 几乎平塌了 而东山坡还有四处坟地 我们必须在今晚将剩余的坟地一一查看 经过了先前的事 接下去竟是出奇的顺利 再没有遇到什么怪异的事 东山坡连接东边的一座大山 这里的光线更加的暗淡 若非我们手持着火把 只怕连路径都看不清楚 通往坟地的路异常的难走 也不知道各家村民是怎么找到这里安造祖先的 老杨指着下面漆黑一片的山沟说道 这个山羊沟原本常年不缺水的 但这两年却一滴也没有了 我顺着老杨所说的山羊沟左右看了一眼 不得不说 这个山羊沟的确够深 而且前后也望不到尽头 山势崎岖 前面不远便是一转绕向正东方了 第一处坟地 我们足足消耗了三个小时左右查找 在查找的途中竟闻到一股子湿气在空气中弥漫 我皱了皱没到 这家人的尸体正在腐烂 我们别待得太久 走吧 老杨和庚庆那是没二话 立刻点头应称 如此我们赶忙向第二处坟地查找 由于山路不好走 并且坟地之间也是利用山市的险峻给隔开了 我们不得不在山坡上上下来回奔走 有的地方甚至还用上了攀爬 一路艰难 待我们看到了第二处坟地 时间已经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更性渐渐恢复过来 我们赶路也快了许多 但是一处处坟地找下来 竟然一无所获 我不知道是该欣喜还是该苦恼 现在我大致可以确定 这里是出了汗拔无疑 但是我找起来却如大海捞针一般 也不知还得多久才能找到 东方天际渐渐泛起了亮光 而我们也将东山坡上的坟地尽数查看了个边 非但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 还吸入体内不少湿气和阴气 真是用了那句俗话 黄鼠狼没打着 还惹了一身的骚 既然天亮了 我们也就用不着再点火把了 整整一夜的时间 我们足足换了五六次火把 胳膊都举得酸痛无比 庚庆将水拿出来 我们一人勉了一小口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紧接着向东山移来查看 不经意间 我看到老杨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 仔细看了一眼 原来他的鞋子磨破了 鞋底和鞋面几乎分家 见我看他老杨有点不好意思的笑道 哎 早知道山路这么啃鞋底 我应该穿双结实点的 我心里一乐 老杨睁着眼说瞎话 明明就是山里人 难道走山路啃鞋底都不知道吗 不过他这么说 也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我咧嘴一笑 没想到这家伙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经常走山路 我对应付这个情况也算有点心得 忙去找了点软丝藤 并让老杨把鞋子脱下来 我在鞋子的四周做了个简单的鞋套子 还特意收紧一些 那样老杨在穿着 使致的就是丝藤 而鞋底鞋面也不会再继续开裂了 顺着环山路 我们边走边研究这东山上的坟地分布地形 老杨则鼓笑着说 哎 若是晚上去东山 那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去的 我错愕地问道 为什么 有什么不能去的呀 老杨道 其实 东山还有一个名字 只是近些年村民们都不敢再提了 就是当初李许叔被羊大头埋在东山水洼子里 也说明不了什么 只能多增加一层村民们对敦山的恐惧罢了 若不是羊脱村闹了汗拔 我一般都不进东山给人看银宅的 更别说没事往那边跑了 我白了老杨一眼说道 瞎跑个屁 现在是为了你们村子 我一个外地来的人都没说什么 你烦个什么 对了 你说东山还有一个名字 到底是什么呀 通常 我对新鲜的东西很是好奇 特别是别人说话说到一半的 我会更加想知道厦门 老杨半天没有说话 我赶紧看了看更庆 想必更庆应该知道 谁知更庆连看都不敢看我 我只好又看向老杨 老杨犹豫了一下说 东山还有一个名字 叫 叫坟山 所谓的坟山 我乍听之下 以为是埋了很多死人 原来 并非我想象的那样 而是在坟山死了很多人 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很大 前者是村子里有人过世后 而埋在坟山 后者则是在坟山上死的 且并非一个两个 据老杨说 存山 东山 东山沟 其实都是指的东山 早在清末时期 羊托村发生过一次瘟疫 那死人可是没数了 其实在当时之前 有的却还在挣扎 但朝廷派下来的官员 哪管你那么多 先是在东山的四周 撒上一圈石灰粉 说是将瘟疫隔绝开 然后倘若有人敢踏出石灰粉的包围圈一路 便会被乱箭射死 其死状要比瘟疫还来的凶残万分 老杨也无法确定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 只是听老人们满脸泪珠的描述着 足有上万人呢 待瘟疫消除后 各尊余下的村民们纷纷上东山去查看 那真叫一个触目惊心呢 山坑内 山坡上 皆是爬满了尸体 亲人们抱头痛哭 而常人也不禁满脸的泪水 整整三日的时间 村民们才把那些尸体收拾干净 但有已经爬到山坡的 双手自死也没有松开 死死抓住一棵救命稻草 村民感念至深 便将其葬在半山腰上 其他也有很多不肯下山的 也只得顺势将其安葬 如此这般单单半山腰上 都葬了数百具尸体 而余下的则全部归整到山坑内焚烧 因为朝廷有命令 虽然瘟疫已经解除 但尸体生前所得的病还是会传染 所以严禁带回家土葬 万不得离开东山半步 至于是不是真有上万具尸体被焚烧 这个说也说不清楚 再说那个时期谁也不敢乱说话 更加不敢私自有意义 否则很可能引火上身 山坑内的尸体全部复之一具之后 村民们便随之将山坑封了起来 也算是让死去的人入土为安吧 后来经过多年的沉淀 山坑上的土层渐渐凹陷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水洼子 虽说是快凹地 但终年不积水 非但如此还要比高地更加的干燥 这个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如此 我猛的倒吸口凉气 幸好没有积水 不然又将变成一个瓢地啊 可是臭水挖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杨当即解释道 山里下雨和平原地带有些不同 只因山川河流已经被岁月洗涤贯通 看似很低的山坑子 其实只要有雨水落下 自会顺着山势的走向混入沟渠 从而流入大河之中 东山也叫东山沟 其来历就是东山后面那片凹地 也就是当年埋尸骨的地方 一旦下雨 多少积点水 就会散发出恶臭的气味 弥漫在东山沟的四周 打此经过的人都会远远地绕开 据传说是里面的冤魂不息 但在晴天时有东山这座大山的镇压 而只有雨天才能顺着阴雨绵绵来表达他们的怨气 具体是否真有这么一说 谁也不知道 更加不能去验证 我看了看老杨 老杨苦涩地叹了一声 接着说道 一旦下雨后 东山沟内的积水会透过阴暗的山岩泄掉 天一旦放晴 臭水蛙子再度干燥起来 似乎从来没被雨水淋过一样 乍一看还是一个凹地 这个倒是有些奇怪 难道当年的瘟疫乃是天意不成 我皱了皱眉头说 李许书被埋在什么地方 老杨道 就在臭水洼子里 不过只是埋在边缘 据说当年埋的时候 则是杨道头故意找人怎么干 但办事的人等于东山沟的事自是知道 一时害怕也不敢下到里面 就在边缘随便挖了个坑将李许书埋了 庚庆突然插话道 杨白雪儿 这事我们全村的人都不知道 姑婆子也从来不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老杨面露男色说 因为 因为当年去埋李许书的几个人中 有一个是我爷爷的堂弟 他埋了李许书不久后 就得了重病 我爷爷去看望他 他才偷偷说了此事 我还记得我爷爷提到这件事时 不断的叹息 造孽呀 真是造孽呀 我略一想便明白了 杨大头做坏事自然不会找外星人 何况这样的事一旦被查办 在当时至少也是抄家灭门的大罪 谁知天意弄人 恰巧感到国内局势大变动 清朝覆灭 战乱纷飞 杨大头也不知去向 整件事的结果 只能是个无声的悲剧 时至今日 谁能给姑婆子一个公道呢 谁又能给李许书一个公道呢 姑婆子一直不提这件事 想必他知道 这件事已经没有提出来的必要 谁也找不到杨大头 而当年杨大头迫害李家人的罪证 也只怕销毁一空 也只有让天道去惩罚杨大头的罪孽 大先生 东山快到了 庚庆的声音突然将我惊醒 我猛地抬起头立刻道 我们快去看看李许书的坟地 近山的路异常难走 杂乱的山石随处可见 灌木杂草 以及那貌似张牙舞爪的怪树 不禁让人浑身渗得慌 老杨指着昏暗的山林道 这是紧挨着山脚的近山老路 当年的人就是打这里来网过的 但近几十年都未曾有人进去过 如果村子里有过世的老人 一般都从东山的另一面直接上山安葬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东山的背面 也就是当年的万人坑 万人坑 多恶然道 如果真有一万人那么多 该是多么惨绝人寰的杀戮啊 不过为了不使瘟疫扩散 当时的执政者也是无计可施啊 这次由老杨头打头 庚庆依旧走在中间 我殿后 这样的老山林不好走 不但要拨开蜘蛛网之类的障碍 还要提防不被树枝刮到 这里的树很矮 但树枝却很长 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弄伤 一路艰辛来到东山沟 眼前正是我们要找的臭水蛙子 我正正的看去 原来这就是老杨口中的万人坑啊 这就是当年的万人坑 山上山下大大小小的坟头遍布各处 给人的感觉是无尽的苍凉之态 曾经这里是无数人的坑葬坟穴 而时至今日 阴游不去 痴骨还在 可悲可叹呢 忽然间 一股阴风自洼底之中席卷而上 向我们三人迎面的扑来 老杨和庚庆连连惊呼一声 向我身后退避 但很快 阴风迎面拂过 没有半点异成发生 老杨有些诧异的探出头 自下一看说 没 没事啊 我微笑着点头道 嗯 这股子阴气是迎接我们来的呀 哈哈 所谓无邪正不能张 无正邪不能行 正邪善恶本就是相生相克衍生出来的 我们生人身上的阳气旺盛 在遇到阴气凝重之地时 会自然又相互排斥的阴气出现抗衡 只不过这些阴气太过微弱罢了 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里并没有强大的怨气 而是极为正常的阴气 倘若没有那股子阴气 反倒会让我心生疑惑呢 在确认没有什么异常后 老杨立刻整了整一斤 端出一派高人风采 并点了脸头说 此地阴气极瘦 且阳气无法流通 阴气回旋一周 再次凝聚不散 真可谓是一处上等的聚阴学呀 庚庆突然挑起眉头问道 杨半仙 你也懂这个呀 老杨立时吹着吹胡子说 看你怎么说话呢 我这可是道号半仙啊 小孩子懂不懂 没闲工我和他们两个人胡扯 眼看今天一天的时间 又浪费在来回周折上面 我的尽快赶在天黑之前 查看出李许书的坟地是否有问题 如果阳驼村真出了汗拔 按自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估摸着多半是出自这个李许书了 只有他不是因为恩义而死 所以他在下地的时候尸体应该是完好无损的 能够变成汗拔的也就只有李许书了 要说老杨对李许书的事知道的颇为清楚 但是李许书真正安葬的地儿 他却从来没听人提起过 因为李许书的坟地也只有一个人知道 那就是他的年迈妻子姑婆子 据说姑婆子在近些年都没来过这里 村民们自然也不知道李许书的坟地在哪个位置 而姑婆子也从不提及此事 也不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难道等他百年之后就不想托付个人 将他们夫妻二人合葬在一起吗 当然 这个谁知道呢 由于这个洼地很大 而且四周也长满了旺盛的杂草树木 所以我们找起来很费事 趁着天还不黑 我们还是决定分头行动 虽然说分头行动 但这次有了明确的辨别方法 此地很多地方长满了杂草 而汉拔的四周是寸草不生的 只要沿着没有草木的地方寻找 就可以缩短很多的时间 老杨和庚庆依旧向右寻找 我则一人沿着山脚向前查看 这一片的坟头角多 但也不妨碍我一一在眼下扫锅 只是心里总感觉差了一点什么 好像很接近了 却还是咫尺天涯 有一些坟头前有历史碑的 很明显不是李许书的坟 但是李许书的坟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找来找去仍然没有个头绪 难道 难道李许书的坟地在什么阴暗的角落 若是那样 当年的杨大头也太损赢得了 此地的穴位已经是差到了极点 再在这样的地方寻找一个污秽之地 等等 污秽之地 我眼睛一亮 仅仅盯着远处的一个小山奥 那里似乎从未被阳光和月光照射过 老远都能感应到一股森冷之气在来回的流窜 而且那里竟也有一个普通矮小的坟头 我快步走上前 四下看了一眼 果然没有一丝生气的迹象存在 看来这个坟头多半有些眉目了 我不知此刻的心情是激动还是难受 若是汗拔我激动个屁啊 坟头塌陷很多 似乎很久很久都未有人前来修缮了 而且连个碑文都没有 既然没有 一时之间我也无法确认这个坟是不是离取出的 但马上我被坟头跟前的一小片凹地吸引住了 弯身拨开尘土 竟是露出了一方青石斜角 我心里一惊 赶忙快速的扒开 随着我一点点的清理掉青石上的污垢 一方单薄的石碑渐渐显露出来 王夫 李许书 啊 是 是李许书的坟 只看到前面几个字 我便激动的叫出声来 看来 我先前的判断无误 这正是李许书的坟地 天色渐渐黑下来 月亮爬上天空 但我无法看到月光的照射 只能抬起头看到东方天际的一片朦胧白 出去 怎么样了 老杨的声音远远的传来 且有几分急切的意味 庚庆率先一步赶到 我指着李许书的墓碑摇了摇头说道 找到了 但是还不能确定李许书变成了汗拔 老杨先是上前查看一番碑文 立刻站起身子问道 这不就是李许书的坟吗 怎么还不能确定 你看这四周阴气凝重 多快能当饭吃了 况且这四面连根鸟毛都没有 我敢肯定 李许书就是我们要找的汗麻 庚庆满脸木纳的和震惊 站在旁边一味的点头道 对对 我也感觉这个坟不寻常 站在这里都觉得肾的慌 阴冷一冷的呢 我抓了抓后脑勺 想了想说 除非我们亲眼看的东西 否则就不能断言李许书就是汗麻 庚庆问道 大先生 看到什么东西呢 老杨倒是抢先一步开口道 没错 别处虽然异常干燥 但汗拔的四周却是潮湿渗水 只要我们将坟地扒开 看看光材上面有没有渗水就知道了 什么 庚庆浑身一个哆嗦 急到 扒 扒开坟地 我黑黑一笑说 哼 怎么 你怕了 很显然 昨晚被撞刻附体后的庚庆 现在捏了吧唧的 特别是再次身临坟地 他更是不敢上前半步 而现在要扒开李许书的坟地 他便彻底的怂了 但庚庆还是个单纯的小伙子 一听比他还小两三岁的我出言鸡巢 立时壮起胆子走上前说 谁怕了 扒就怕 我洪庚庆自打生下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活人不怕死人不怕 现在不就是扒开个坟地吗 怕个屁 话虽如此 庚庆拿出铁锹的手却还是发抖了 这个我倒是可以理解 不怕 哼 不怕才怪呢 庚庆和老杨每人身上都背着一把轻巧的铁锹 当即一下一下地扒了起来 我则伸手摸向金钱箭 以防止异常突然的出现 其实我心里还是没有底 如果李许叔真是汗拔 那我该如何应付呢 难道就这么冒冒失失的提着金钱箭上去拼命吗 坟地很小 但挖了一会儿后 老杨和庚庆渐渐有些吃力了 原因无他 上面看似一堆尘土覆盖 其实里面有很多碎石天虫 铁锹碰在上面发出闷声的咚咚声 别看老杨的精神头不小 力气却没有意吧 很快他就唉声叹气摇起头甩开铁锹道 哎 不行了不行了 太累了 我赶忙接过铁锹 和庚庆一道奋力扒了起来 也就是这个档口 庚庆那里竟能看到棺材的棱角了 我错愕的张了张嘴 这哪跟哪啊 深度连三尺都不到 居然就看到棺材角了 而且铁锹触碰在棺材上的声音回声很响 说明棺材很薄 可以说完全是一块薄板盖在上面 俗话说的三分薄冠 今天总算是见到了 那么老杨一开始对李许书的传说 杨大头坑害李家人 逼迫李家人家破人亡的传言 也多半是真的了 既然看到了棺材 就无需再扒下去了 我立即探身下去抓了一把土壤 并检查了一下棺材 结果竟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李许书并非是汉拔 他的棺材四周非常的干燥 可以说里面的尸体上所散发的湿油味道 也淡化了许多 见我默默地走上地面 老杨赶忙上下问道 书记 怎么样 要不要准备家伙事 我抬头看了看老杨的紧张表情 立刻摇头道 李许书不是 耿性的轻松喘气声 在我话音落下的同时 便想了起来 他倒是放松了 但我和老杨却都无声地沉寂下来 现在确定的李许书不是汉拔 那还会是谁有这个可能呢 眼下我不得而知 激动 难受 恐慌的心情皆沉寂下去 虽然心里有些放松 但还是揪着心 无法完全放松下来 毕竟汉拔还未找到 而我们的方向和寻找的目标 已经越来越小了 为李许书重新上坟 并将石碑为其立在坟头前面 我静静地看着李许书的坟头半天 才转过身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继续找吧 挖地既然没有 那么山上的坟地还未查看呢 如此 我们便开始新一轮的辛苦查找 吃的东西已经不多 我们只得一边走着 一边啃了个窝窝头 便一人免了一小口水 突然间 我竟想起来刚来羊驼村时 所遇到的怪老头 现在想起他的那顿地瓜宴 居然有点回味的感觉 我苦涩地笑了笑 或许是欠债欠上瘾了吧 要说我现在还真想再见怪老头一面 他既然能算到羊驼村的人没吃没喝 那他一定能解决掉这里的汗拔 因为在回龙谷时 那个千年萧妹就是他出灭的 连妹儿都无法应付的千年萧妹 在怪老头出现的时候 却连个渣渣都没有剩下 我觉得 要么是老头子有吃山妖精怪的癖好 要么就是他的修行高得恐怖 直接将千年的萧妹化为一股清烟给消散了 总之怪老头是个神秘莫测而又极为怪异的人 哎 如果早就知道这里有这么档子事 就该拽着老头子一块下来捉腰了 只可惜已经过去了几日的时间 他不知道又去哪坑蒙拐骗了呢 上哪找去啊 东山的坟头太多 多到一眼望不过来 再加上这次我们三人同行 寻找的进度很是缓慢 直到一夜的时间悄然而过 东方渐渐泛起了亮光 眼看着第三天来临了 我们三人也只是将一面山坡找了个边 当然结果可想而知 在山顶上歇息了会儿 老杨终于扛着大黑眼圈睡着了 他是够累的 奔波了这么久 看似没有离开羊河村方圆之外 却相当于在大山中转悠了上百里路程那么辛苦 庚庆坐下就开始打盹 我不忍心大家这么受苦 何况找到汗拔后还得留着力气打汗拔呢 我让庚庆睡一会儿 庚庆当即倒在老杨身旁睡着了 我没有睡 而是盘膝打坐 因为只有修炼中精气神才能更快的恢复如初 睡觉只是最次的恢复方式而已 也不知怎的 现在师父没有在身边了 也变得不那么懒惰了 以前每次打坐修炼几乎都是在受罚的状态下进行 虽然被师父照顾着 却还是想偷懒 现在没人管 反而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真希望再被师父严厉的管教一回 哪怕只有一回 切写的近两个半时辰 也就是五个小时 待我们重整旗鼓时 已经接近正五十分 山顶上的阳光火辣辣的 晒在脸上发疼 余下的水不多 吃时也就那么一点 商议之下 我们决定将水喝干净 将吃的吃完 然后在一下午的时间 查找完东山的另一面坟地 临近傍晚时 又更去回村子拿水和吃时 要说一下午将这么大个劲翻个遍 的确有点难 不过我们有信心 因为白天我们就可以分开行动 这次我们三人分三路 三个方向往下寻找 时间又可以缩短一小半 很明显的 另一面阴气沉沉 而这一面则气脉旺盛 这样的地儿 要说能出汉拔才怪了 汉拔只有在中年不见天日的地方 且有极重的阴气和极重的阳气同时吸收 并能连同日月之精华 方可慢慢修炼成僵尸的另类 汉拔 这里的灵气逼人 草木皆旺 很难看到什么阴暗的角落 所以在傍晚时分 我们匆匆结束了查找范围 东山沟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 按照中午商议的结果 庚庆回村子拿吃的和水 我和老杨直接向北面山头去找 目前就剩下两个地方 北面和西北角方向 但西北角在几天前就已经看过 并未有什么异样 而北面倒是还有寻找的价值 我们约定晚上在北面山头下会合 然后三人在同时进餐寻找 但是庚庆似乎忘记了约定的时间 都快到死时了 庚庆怎么回事 还没来 老杨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不时从他嘴里蹦出一两句抱怨之词 我紧皱着眉头说 也是啊 都过去三四个小时了 就算一来一回需要一个多小时 这么久也足够他跑两三个来回了 难道他不知道这里的路怎么走 老杨立刻摇头道 哎 杨驼村的村民就是闭着眼也能将周边的山头摸个遍 要说找哪家的坟头不利索 但要说认哪条山路 还真没有人会说半个含糊字眼 这个庚庆啊在捣鼓什么呢 杨半仙 大先生 杨半仙 你们在哪儿 不得了了 突然 庚庆的声音自远处间接传来 一声长一声短的 在听到庚庆的声音后 我顿时和老杨相识一眼 心里不由的打起了鼓 莫不是村子里出了什么事了 庚庆一路跌跌撞撞的跑了过来 老杨大步走上前 呵斥道 庚庆 你这是怎么了 大晚上的你吼什么呀 杨半仙 大先生 庚庆没有理会老杨的责怪 而是气喘吁吁的停了下来 刚说了两句 又缓了口气 才接着说道 不得了了 村子里出大事了 啊 我和老杨一口同声的惊叫一声 原来村子里还真出事了 我赶忙上前问道 庚庆 村子里出什么事了 你快说 老杨也砸了砸嘴 连声附和道 是啊 是啊 你快说呀 庚庆看了看老杨 又看了看我 不禁压低声音道 是 是迎生家 出事了 我心里一惊 怎么又是迎生家呢 迎生家不是没 庚庆 我们现在就回去 你马上说一下到底什么事 我们也好应对 一边向村子赶 庚庆一边说道 我们找不到汉拔 是因为 是因为汉拔去了迎生家 这 这怎么可能 我顿时惊叫一声 并追问道 什么去了迎生家 现在汉拔呢 庚庆耸耸肩道 跑了 李大东说 他亲眼看到汉拔从迎生家走的 走了时候 还挑着一个空水条子 感情是给迎生家挑水的 我再次问道 结果呢 村民们找到汉拔了吗 庚庆摇头极道 那都没有 不过村民们又叫迎生家围起来了 说是 说是打汉拔 老杨一拍脑壳照 哎呀 迎生家还真抽了汉拔 我紧紧皱了皱眉头 未在说什么 眼下只是听庚庆一个人说 也不知村民们看到的汉拔是真是假 恐怕只有亲眼看看才知道 哎 迎生不是汉拔 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那迎生家怎么还会有汉拔挑水呢 想来想去没个头绪 我猛的甩了甩头 决心不再乱想 先找目击者问个明白再说 过了一会儿 羊拖村远远出现在眼下 虽然是在夜晚 但村子里却是火光通明 都聚集在村西头的位置 在那里正是迎生家 也不知村长马二叔去了没有 希望别闹出什么人命惨祸才好 山路本就难行 再加上天黑看不清 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后 我们才赶到村头 老远看到迎生的门口吵吵闹闹的 好不热闹 院子里有火光 院子外面也有手持火把的村民 皆异常愤怒的对迎生的宅院指指点点 看来不是好兆头 龚兄你们回来了 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迎面来到我们跟前 面带激动且欣喜的表情说 看他与庚庆如此的熟络 又是一副激动紧张的样子 估摸着他多半就是庚庆提起过的李胖子 迎生家的干儿子 庚庆盲介绍道 大先生 这就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李胖子 我点了点头说 迎生家现在怎么样了 李胖子赶忙硬承道 尽好二叔及时赶单 不过李大东和大多数村民都僵持在院子里呢 大先生 您快进去看看吧 我猛的点头 和老杨相视一眼 立刻走进迎生家的宅院 也不知是我的错觉 还是我总是感觉到空气中多了一丝莫名的气味 像阴气却又不像 湿气呢也不太像 对了 湿气之中夹杂着一丝阴血之气 还真是汗拔来过呢 我赶紧冲进院子 迎面看到人群皆手持火把站在堂屋门外 领头的依旧是李大东 村民们看到我忙给我让刀 村长马二叔和迎生的妻子则站在门口僵持着 院子里或许是因为我的到来而瞬间陷入了沉寂 没有人再开口说话 也或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吧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静止冲进造屋翻开水缸的袋子 一看之下缸里的水是满的 旁边还有一个小点的水槽 水槽里的水倒是没有多少了 一个想法突然在我的心里冒出 营生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 在这样一个普遍大汉的年龄下 营生的妻子又拉扯了俩孩子 怎么可能弄到这么多的水呢 这的确有点说不通 看过之后我转身走出造屋 向马二叔开口问道 二叔有没有人看到那东西往哪个方向去了 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汗拔 我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服自己这些水不是汗拔所为 所以我必须按照事实说话 还未等马二叔开口 李大东倒是率先插话道 大先生我只是看到那东西走出营生家的大门 但顺洪也看到了 站在一旁的马顺洪立刻点头道 是的大先生我看到那东西往西南方向去了 哦我皱起眉头说道 西南方向有水源吗 他怎么往西南方向跑了 问过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那就是刚进羊驼村时曾听马顺洪说起过 由于羊驼村连年大旱 所以村子里有二十余户人家搬走了 搬到西南角的山脚下 可是西南角我们三人去过 麒麟沟里一定是也没有了 况且我们也没有看到搬过去的人家 老杨当即开口说道 初学顺洪说的西南方是屋里外 长在山沟内的一口泉眼 那里的水虽然不多 但是却是源源不断的 中年不会干枯 想必拿东西是去那里挑水去了吧 汉拔鬼去了西南方挑水 而村子里的人接连有人看到 汉拔尚未出世 汉拔鬼不过是只是鬼而已 怎么会被普通生人看到呢 这是让我想不通的第一件疑惑 而让我更加揪心的是 汉拔鬼只会往自己家里挑水 这这营生又没有变成汉拔 怎么可能变成汉拔鬼去挑水呢 那那个挑水的汉拔是谁呢 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摸出金钱箭 对着眼前的几个人说道 现在出来几个人 和我一道去西南方的泉眼看看 我要亲自验证一下 是否真是汉拔鬼 很快 李大东第一个站出来 马顺红也走了出来 而老杨则毫无疑问 我们肯定会将斩妖伏魔的责任进行到底 如此我们重新组成的小队伍略做准备即刻出发 马二叔长虚短叹一声说 唉 我们羊驼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 庚庆也要跟去 但这次我没让他去 或许这几天带着他遍地寻找坟头就是个错误 很多事不该他经历 是我太轻率了 这次让李大东与马顺红同行则不同 李大东满身的邪气 生怕没事可以干死的 而马顺红则老实稳重 毕竟年龄大一些 精力较多 遇事不会像庚庆那样容易乱了分寸 前面是不确定的寻找 这次却是实打实的去追踪汉拔鬼 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 至少不会像前几天晚上那样乱组一团了 营生的妻子快步追上来 塞给我一些吃食和水 我感激的点了点头 直接带在身上 这个时候也无需客气什么 因为我实在太饿了 若非看到这些吃食 竟忘记了肚子还饿着呢 李大东率先走在前面 一路上他的话并不多 也可以说自打他走出来后就未再说过什么话 倒是马顺红不实的问长问短 似乎对于我们几天来的经历甚至好奇 当然有老杨在 他自然能听到一段真真假假的灵异怪闻 我走快两步 来到李大东身旁问道 搬走到那几十家子 这么许久可又回村子看看的吗 李大东沉默片刻淡淡的说 没有 村子里都那样了 他们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我微微错愕的看向李大东 想不通他的情绪变化怎么会如此之快 从当初的率领村民一与八营生的坟地 到带着人冲进人生家打汉拔 似乎前前后后他都是仇视的状态下进行的 村民们都对汉拔又怕又恨 恨他造成了羊托村三年大汉 怕 怕他真的出现在村民眼前伤害到人 可恨归恨 怕归怕 打汉拔除夭挟没错 李大东的举止 却有些过激了 而且是严重过激 此时此刻他又表现得出奇的冷静 真是让人有些看不透 但我相信 不久后我一定会知道的 很快 我们赶到了几天前曾寻找过的麒麟沟 据马顺洪所说 要前往那个全岩所在 必须穿过麒麟沟 再向西南方向行三里多里便可到达 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山奥子 村子里搬过去的几十家都是住在山奥子里面 眼下必须先穿过麒麟沟才行 要么就得要行山路 那样至少要多走五六里路程 为了节省时间 也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 我们只得走最快的捷径 如此 我们就要穿过原先所走过的山路 山路很难走 也可以说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山路 只是沿着斜坡穿行罢了 原以为在这样的环境下 应该由我和老杨打前走 谁知李大东一马当先走在前面 而且走得气定神闲 似乎对于脚下的坎坷 本就不在乎似的 我悄悄笑老杨问道 李大东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老杨闷声不吭地抬头看了一眼前面的李大东 随之沉生道 东子呀 他家里就他一个人了 现在都三十出头了吧 还是光棍一条呢 所谓的东子 自然就是指李大东了吧 哦 我诧异地顿了顿 似笑非笑地打气道 杨作孙的光棍有很多吗 老杨随意地回道 嘿 那倒是 不过东子略有不同 他打小原本是有个幸福的家庭 他的父母在村子里也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但是 就在二十年前吧大概 他父母居然双双过世了 没人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据村子里的人回忆 他父母的身体一向很好的 也都爱说爱笑 若是这突发疾病 是不可能的呀 哎 自打他的父母过世后 年仅十来岁的他就不怎么爱玩了 几乎都很少走出家门 但关于他和村子里的小孩打架的事 却是非常的多 说到这里 老杨的话音一顿 我也随即停下 原因无他 此时李大东突然在前面停下了 缓缓扭过头 冷冷的扫了老杨一眼 然后冷横一声又转过头去 继续赶路了 老杨苦笑一声 指着李大东的背影道 你看到了 他就那样 整天好像被人欠了三百块大杨似的 哼 我微笑着点头 继而轻叹一声 或许李大东现在的性格 多半和他的父母过世有关吧 是啊 原本幸福的家庭突然遭逢巨变 年幼的他能承受得了才怪呢 这个我倒是可以理解他 但是他为什么会对此次的汉拔事件 真一般的举止反常呢 月光下我们四人行走在荒凉的山沟里 四周是一片朦胧的黑色和白色 现在是下半夜 估计距离天亮也不远了 看来要加快步伐 若是在天亮之前还赶不到目的地 那么汉拔鬼甭说抓了 连影子都能看到 短短的一节山沟 我们却是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才走出来 前面是一条环形的家道 马顺洪指着家道说 过了家道不远 就能看到那几十家的住宅了 我心头一领 忽然想到一件事 若是汉拔就在那几十家里出的呢 若是那样 那那些村民的情况堪忧啊 打死汉拔 打死他 打死他 忽然 李大东的口中 莫名的传出两句冰冷的字眼 像是从牙缝里掏出来的 让人不禁浑身一颤 这下 我有点怀疑 李大东的精神状况是不是有点问题 他怎么会如此的仇恨汉拔 这种仇恨有点超过了普通村民对汉拔的态度 我心里渐渐有些复杂的想法 穿过家道 前面是平坦的山地 月光的照耀下 远处的几十家房屋简单的坐落在山脚下 幽静 而又有些诡异的感觉 刚到这个貌似小村子的入口出 我正准备寻找全眼的所在 谁知黑暗中突然传出一道尖锐的叫声 谁 这么冒失的一声传出 我们四人皆是一个荒神 马顺红急急向我和老杨靠近 而我则抹向金钱剑 老杨手里却是不知何时揣着一道皇服 倒是李大东浑身一抖 从兜里掏出一把尖刀就要冲上去 与此同时 我不经意看到树影后面的一个娇小身影 盲出声制止道 东子 停下 那很像一个小孩子的身影 瘦小且担保 很难想象这么晚的天色 又是下半夜 怎么还会有个小孩子不睡觉 躲在树干后面吓唬人呢 但那的确是一个小孩子而已 因为我并未在他身上感应到一丝的阴气 他并不是鬼 李大东颤颤的在半途中停下 揣着尖刀回头看向我 脸色诧异的道 为 为什么 三儿 你乱叫什么呢 那东西来 一个迷迷糊糊的苍老声音自小孩的身旁响起 但话未说到一半便停了下来 原因是他看到了我们 这是一个六十来岁年龄的老头 没有气看 直接捧着一根棍子向最近的李大东打去 棍子还未沾到李大东的衣角 老头又突然停了下来 这次走得近一些 顿时诧异地叫道 冬子 李大东随即回应一声 小摩爷 你怎么在这里 小摩爷 老杨和马顺红顿时走上前欣喜地喊道 我微微放松下来 原来这个老头大家都认得 想必他也是搬出羊驼村的村民了 略以说明情况 只见小摩爷轻叹一声说 本该入土的人了 没曾想老了老了 却还能碰到这种事儿 唉 我抱歉问道 小摩爷 您说的事可是那个汗把鬼吗 老头文言脸色一变 赶紧探头向山坡上瞅了瞅 才压低声音对着身旁的小孩道 萨儿 你快回家睡觉吧 别陪着爷爷熬夜了 小孩眨巴着眼睛 看了看我们几个人 最后向老头微微点头道 爷爷也不要熬太久了啊 说完 小孩转身磨叽着大裤衩 一步步向不远处的房屋走去 老头慈祥地看着小孩远去的背影 直到小孩打开房门并走了进去 这才缓缓回过头向我说道 我和小孙子 三隔几天就会守在这里看的东西 最近呢 特别的勤 差不多三五天就会来这里挑水 我自然明白老头所说的那东西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汉把鬼 马上开口问道 那他以前是多久来一次 老头回想了一下说 以前嘛都没有什么时间段 有的时候 半个月来一次 有的时候 则是十天八天的来一趟 最近呢 却是三两天就会来挑一次水 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 也都吓得不轻啊 我点了点头道 那您 您和您的小孙子 为什么在这里守着呢 老头文言憨厚的一笑说 嗨 现在的日子想过过不容易啊 另外几家 虽说也有几个庄稼汉 但都顶不了什么事 我这 这不 桃木拐杖 如果能在这里给大家守个平安 也值得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老头手中的棍子 果然是桃木所作 俗话说 桃木可辟邪 逼腿邪物 但前提是要加持过秘书咒语之后 或是做成桃木剑激烈 亦或是做成桃木扶牌 都是有震邪驱煞的作用 但如此普通的桃木 对于汉拔鬼来说 应该没有什么大作用 老人家的慈悲之心是令人敬佩的 但却不该如此的冒险呢 老杨突然插话道 小摩爷 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老头脸色一阵难看说 怪就怪在这边情况一点都没有发生 但是有一点 这边几十户人家 只要那东西出现到晚上都会做同样的噩梦 许久以来 搅和的村民惶惶不可终日 每到晚上都担惊受怕 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按说 那东西也没有骚扰我们的生活不是啊 我不禁叫了一声道 坏了 地区 他居然能够通过地区来出来作祟 老杨盲问道 初线 什么地区 这和地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猛的抬起头来说 来不及解释了 我们快赶到全眼的所在 只有看到全眼 我才能说明原因 李大东突然急到 我知道全在哪儿 我带你去 紧跟着李大东 我身后是老杨 以及马顺红和小摩爷 很快来到山坡上方 一阵阵咕嘟咕嘟的水声 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一会儿 我们便看到一个接近干枯的小全眼 全眼的水翻涌上来是那么的无力 而流向外面的水流 也倍加的缓慢稀薄 突然 我紧紧盯着全眼旁边的一个水飘子 这 这是 李大东操起尖刀 来回寻觅一番 口中不停地弄骂着 那鬼东西跑哪儿去了 鬼儿子 那老子看得飞捅死你 我错愕地看了看李大东 他的过激举止再次让我隐隐有些不适 老杨和马顺红倒是没有在意 皆是异口同声的疑惑道 怎么会不见呢 小摩爷也抠着灰白色的胡肠 连声嘟囔着说 我先前明明看到他上来的 一般要过两三个时辰之后他才会下去 所以我让三瞅着 我只不过小命一会儿 难道是三也不留神看丢了 我立刻伸手制止了大家的猜测 心念急转 我有些不确定地说 地气在下面是相同相连的 汉拔鬼若是沿着地气走 可以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当初的水牛精就是这样被控制的 那么小摩爷所说村民所做的噩梦 噩梦 不好 如此分析下来 小摩爷也瞬间想到了什么 急急叫了一声 三儿 快回去看看三儿 李大东和马顺红率先一步向山下猛虫 我和老杨则搀扶着小摩爷急急跟了下去 若是我所料不错 那汉拔鬼应该不是离开 而是进了下面的小村子 而小摩爷担心的就是三儿 一个小孩哪能抵抗得了汉拔鬼呀 若是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小摩爷一边火急火燎的向山下赶 一边连哭待喊的叫道 三儿可是我们家唯一的毒苗啊 他爹娘两年前出去讨吃的 至今没有回来 若是三儿有个山藏两短的 我这个糟老头子 怎么向儿子儿媳妇交代呀 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还带着年迈的小摩爷 我和老杨走得很慢 而李大东和马顺红则很快消失在视线里 我在心里暗暗的祈祷 希望他们两个人能看到三儿安然无恙的待在家里 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虽然只是看了三儿一眼 但从三儿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孝顺爷爷 能够在大半夜的不睡觉守在爷爷身旁 可见他是个非常坚强且善良的孩子 这么好的小孩在这样的环境下受罪 已经是让人惋惜不已 若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的确让人无法接受啊 待我们赶到房屋跟前 之间房门是大开着的 想必李大东和马顺红正在里面 可是房屋内并未点灯 黑漆漆的一团 让人不禁揪着心提着胆 小莫爷慌忙跑上前 刚欲走进去 只见李大东和马顺红迎面走了出来 小莫爷声音慌乱的问道 三儿呢 三儿怎么样 李大东和马顺红接搭了这点 我一看便全身凉了半截 莫不是三儿真的出事了 小莫爷一步步走进房门 李大东和马顺红则缓缓让了开去 不禁低下头 不敢多看小莫爷一眼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一定是出事了 三儿啊 突然间 一道悲痛的惊叫声在房屋内响起 我浑身一颤 不禁扭头看向老杨 而老杨此刻也脸色撒白的看向我 我们皆慌了神 或许心里还在极度的排斥着 三儿一定还没事 一定 我大步冲进房屋 顿时在门口顿住了 小莫爷缓缓将油灯点亮 枯黄的光线一瞬间充斥着整个屋子 我的视线也在同一时间锁定在墙角灶台边缘的一口水缸 水缸内 三儿的小脑袋静静的斜躺在上面 而他的身子 则全部浸泡在其中 三儿 小莫爷再次喊了一声三儿 但话音还未抛出 整个人瞬间瘫倒在地 我惊恐地叫道 小莫爷 小莫爷 林大东和马顺红赶忙进来将小莫爷搀扶起来 并将其抬到另一边墙角的小床铺上 枯黄的灯火照射着整个屋子 也照在他们爷孙两人的脸上 只可惜他们已经阴阳两隔 一个在那边昏迷 一个却已走在黄泉路上了 我快步上前探了探三儿的鼻息 已经感应不到半点生气存在 老杨颤颤地走近 用接近沙哑的声音问道 初期 三儿 三儿真的 没有任何理由掩饰 我只得点了点头道 嗯 发出声音的那一刻 我的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我伸手抚摸着三儿湿润的头发 以及她那冰冷的小脸蛋 刚才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小孩 三儿现在却 却已经没有了 真不知道小摩爷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啊 她和三儿相依为命 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孙子就这么走了 她是否还能挺下去 将三儿从水缸里捞出 马顺红猛找出一块破席子摊在地面 便让三儿躺在上面 不经意间 我猛的想到了什么 当即开了天眼 再次看向三儿 但奇怪的是 三儿虽然是个小孩 但如此冤死肯定该有相当大的怨气才对 所谓人小鬼大 小孩的灵魂和大人的灵魂是一样的强大 而三儿身上却没有半点怨气 且灵魂已经离去 去了哪儿呢 哼 真他娘的毒啊 老杨恶狠狠地咬着牙怒骂一声说 这个狗日子汉把鬼 为什么要惨死三儿呢 为什么 被老杨这么一嗓子吼的 我脑海里瞬息冷静下来 是啊 汉把鬼为什么要惨死三儿呢 难道他发现了三儿和小摩爷在村口蹲守的事 所以为了报复而惨死了三儿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汉把如果要破土而出 自是需要强大的怨气化为力气 对 他需要怨气 很多的怨气 那么三儿的怨气就一定是被汉把鬼夺去了 对 一定是这样 我猛地起身向李大东教导 东子 你现在马上将搬到此地的村民全部叫醒 不要再睡了 让他们都走出来团结在一起 现在能够和伸出鬼没的汉把鬼对抗的 就只有人气 只要有几十上百的人团结在一起 就会汇聚出一股强大的人气 就算他是修炼了数百年的汉把 也不能怎么样 李大东重重点头 当即冲出房门去了 此刻老杨也已经点燃了另一盏油灯 放在了三儿的头顶前面 此为引魂灯 照亮黄泉路 指引地府门 同时老杨翻找出三儿的一些干净衣服 并徐徐为其换下 我则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脑海里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总觉得这么一个柔弱的小孩子死在自己的眼前 自己却无能为力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事先想到三儿的安全呢 为什么我这般的粗心大意 我默默地走出房门 一屁股蹲坐在门口的石凳上 将脑壳斜靠在墙壁上 抬头望向虚空 此刻的天色很黑很暗 这预示着黎明前的一段时间黑暗 天快亮了 但我的心却沉到了谷底 似乎再也没有力气浮上来 师父 我现在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无用 一心要弘扬毛山道法 斩妖伏魔 但事到临头 却连一个小孩子都救不了 师父 您再罚我一次吧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几乎说不出话来 眼泪滑落到嘴角 有些咸 有些苦涩 哪怕您再骂我一顿 打我一顿 我也心甘情愿地承受 师父 我现在的心很疼 很难受啊 我再也说不下去 低下头 闷声地抽泣着 每一次遇到难事 每一次伤心难过 我便更加想念和师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现在才明白作为师父的他 带着我这个雷锐徒弟是多么的艰辛和不容易 我除了和他顶嘴就是唱反调 还尽给他惹麻烦 但师父总能将眼前的难题一一地化解 而我 而我却只能在这搞砸一切后无助地傻坐着 像个废物一样的傻坐着 不 我不能给师父丢脸 绝不能 更加不能给毛山道门丢脸 我既然背起了师父交代的重任 那我就应该勇敢地走下去 就算未来是刀山或是火海 纵然粉身碎骨 我也要勇敢地站起来 面对一切艰难险阻 斩妖伏魔 弘扬毛山正道 大先生 村民们都来了 我站起身 看到远处李大东的身影急匆匆地走来 而他的身后 则有一大群村民陆续跟随着而来 我定了定神 立刻点头道 却无留下任何一个人在家里 全部都在此集中 东边天际渐渐泛起了亮光 被唤起的村民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当他们看到三儿的尸体后 皆不可置信地惊慌失措起来 其中有几个妇女已经在旁边 一时之间 一时之间有男人的谩骂声 女人小孩的哭声 整个一个早晨 皆充斥在无尽的悲气之中 小摩爷醒来的时候 大家已经将三儿的衣服换好 并用席子裹了起来 但小摩爷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前 扯开席子 紧接着是悲痛欲绝的哭喊声 我咬了咬牙 狠狠握紧拳头道 不能再等了 其余的人留在这里帮忙安葬三儿 老羊你们几个 随我回扬头村 不要再去迎生下看看